他們其實就是那種面試補習班 然後注意到呢 我沒有打算建立面試補習班 而且我也不想做 所以如果你後面看到什麼題目的話 請你不要把它當作什麼畢考題來看待 我為什麼要開資訊科技產業專案設計這門課 就是專門教你面試的課 為什麼 因為我實在是在這九年 在大學教書的過程中發現太多畢業生 其實本身是很優秀的 就是至少我教過學生 應該是不差的 但是這些不差的學生 其實他沒有發揮應有的特性 我認為這件事非常的難過 而且特別是這幾年 這幾年的機會是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從外在的像這種 中美貿易戰廣泛的這種因素 導致很多科技公司其實認真思考 不應該把很多研發能量放在中國境內 所以你會發現這幾年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其實台灣的重要性大幅的提升 這是一點 然後再來是因為一些公司的一些定位 特別是像Google Google、亞馬遜運動公司 你會發現很浪漫 這些公司基本上現在都是硬體公司 再講一次 AWS跟Google 過去你會認為說它是軟體公司的典範 的確它是軟體公司的典範 但是現在來講話 好幾間公司你看 AWS Google Microsoft Facebook 基本上這幾個公司 他們現在都在做硬體 所以注意到 這些公司其實現在貨真價實的公司 而且這些公司 製造硬體很可能比台灣的 很多硬體公司出貨量還來的大 這是你很難想像的事情 軟體公司的硬體出貨量竟然很大 軟體公司做硬體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其實在Microsoft Microsoft其實有做過硬體 而且在開發DOS之前它就做過硬體 就是說 Microsoft有做過一個東西叫 Z80 Soft Card 就是在1980 注意到 就是在 Microsoft是在1981年推出Microsoft DOS 但是在前一年 Microsoft這家公司 老之後的軟體公司 它其實搞過硬體 它的名字叫做Soft Card 但是貨真價實就是一塊硬體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當時呢 那個 Apple 2 就是你可能知道就是當時那個 當時Apple跟現在很不一樣 就是那時候Apple是其實比較 還沒那麼大眾 但是它就是鎖定一些很特別的族群 那些愛好電腦 但是預算也沒那麼高的人士 所以這些人呢 他對電腦有很大熱情 但他不見得會有 不見得會有很多錢去買硬體 所以將Apple 2那時候就鎖定在這樣的一個硬體上 那Apple 2獲得巨大的成功 在1970-1980年代獲得巨大的成功 但是當時有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當時有很多專業軟體 其實是執行在像這個 Z80這樣的一個處理器架構 所以Microsoft就想到一件事 就是他乾脆把Z80對標懷 他就把一個處理器 這是一個硬體的產品 然後他就像一個卡夾一樣 可以插在什麼 Apple 2的主機板上 那一旦插到這塊板子 插在Apple 2的主機板上面呢 那這裡就變成一個CPU 那這個CPU有什麼用呢 因為當時有一個很知名的作業形容叫做CPM 這我們在課堂也會跟大家講一些電腦歷史 那這個CPM呢 這是在Microsoft DOS出來之前 主導整個這個個人電腦生態 注意到個人電腦其實不是IBM發明的 我們不要講IBM PC 或是IBM相容PC 其實那是IBM 察覺到市場已經怎樣 已經有新的聲浪 但是這個在個人電腦 其實在1970年代主導的 主導的作業系統其實是叫CPM 那注意到CPM是一個非常昂貴的 相對非常昂貴的作業系統 然後它上面可以執行一些很專業的軟體 所以Microsoft推出硬體產品的時候是怎樣 是把一個Z80的處理器 遷入到一個什麼 遷入到一塊板子 那這塊板子又可以插到Apple II的主機板上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執行兩個作業系統 一個是Apple II原本的作業系統 那就是一個Apple DOS 那另外一個就是Z80處理器上面跑CPM 那注意到這是1980年 Microsoft做個軟體公司 它就做過硬體產品 但是你看喔 你會覺得那叫特例 對 我們說那叫20世紀的特例 就是說有些軟體公司會去搞硬體 但是注意到在21世紀 基本上你只要規模夠大 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軟體公司規模夠大之後 就遇到問題是 你買不到合適的硬體 你就需要自己做 所以Google會做自己的IC Facebook會做自己的IC 然後Microsoft也有做自己的IC 然後除了做自己的IC來講的話 甚至你看像亞馬遜 亞馬遜除了做自己的IC以外 它也做自己的硬體產品 比方說你可以知道就像那種Eco 這種產品 然後 所以注意到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對台灣人來講 非常好 你想看喔 就是說過去你要加入這些軟體公司 你想我一定要什麼 ACN ICPC 或是一些知名的世界競賽 你才有辦法加入這種跨國公司 那現在不一樣了 因為很多公司 剛剛講的那些公司 其實它對台灣的期待就很明確 好 因為台灣人過去在IC設計 在硬體製造 累積大量知識 所以這些公司在找台灣人的時候 其實它為什麼要找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在IC設計 在硬體製造 有非常多的專業 而且專業其實不只是 致命上意識 它圍繞在軟體開發 在做驗證 不要懷疑喔 做這種硬體驗證 其實難度是很高的 一樣我們在之後的課程也會跟大家講 就是講一些 特別是我遇到一些經驗 就是有的不能錄有的 就之後再提 你要知道就是 但是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know how 然後呢 相對來說呢 各位台灣人 其實這時候的機會就很好 就是講喔 過去你要加入Google真的很難啊 對不對 你要在Google 就是你要 你光是想先說 你自己跟Google什麼觀點 這就很困難 現在不一樣的 你可以打開Google的直圈 像我上次的講座有提到 Google的直圈 太多是跟硬體有關的 但是注意到 它表面上是硬體 但是其實很多是軟體開發 像我們要講的 你要做驗證 要開發裝置軍用程式 要做測試軟體 甚至是工廠的製造 其實都有大量軟體來開發 你看 現在各位遇到這麼好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很痛心 會垂胸的 痛心的那樣 就是這麼好的機會 結果我的學生到Google還是很少 的確我現在有 到2021年的9月為止 已經有7個同學加入Google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可惜 我每天交學生算不算多 但是累積下來其實只有7個 這6年來只有7個 讓我有點失落 這9年加起來應該有10個 但是現在經費這麼好 所以我現在想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這些公司大幅的招募人才 而且有很多是跟我們台灣有很大關聯 所以我就希望跟你講一些事實 然後跟你想說 我可以怎麼去準備 然後你有什麼東西要特別留意的 那我這部份中呢 也希望探討就是說呢 我就針對這些職權 這幾年的變化 所以就是說 你會發現我們在這個講座 這系列課程呢 其實提到的東西呢 跟你過去的認知 可能有很大的差別 這是會怎麼發生的 那特別就是因為我 針對這幾年的趨勢 這幾年的職權變化做調整 然後再來是說呢 我們在這一次的講座 甚至在未來 我們都會提到一些題目 那這些題目呢 都取自在網路論壇跟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推敲 甚至是 朋友們的討論 直接演化 然後最後這件事 跟公司的商業機密無關 就這句話我要特別講 而且這句話 我必須在這個畫面 提留一陣子 因為總是有人認為說 我收集公司的機密 這其實想起來有點悲哀 就是說呢 我們在後面也會提到 台灣有很多科技公司的面試 其實說真的沒有做什麼太多準備 所以很多科技公司 它就是衝到 幾乎都是面試 差不多那幾個題目 那這些公司呢 又偏偏不讓你把這題目講出來 當然就是說 你本來就不應該把面試過程 因為你可能簽了保密合約 你本來就不該把面試過程 全部東西揭露出來 但是呢 有些東西實在是非常之基本 比方說人家問你說 面試有沒有考到七億元 那你說回答有 那請問這是什麼 其實這我認為是過分解憶了 但是有些談公司 他在面試的時候沒有特別做準備 但是呢那面試完呢 聽到有人在網上 他介紹講這家公司 他就覺得不開心 然後就可能要有些必要的動作 那我認為這件事很不好 所以我為了這件事呢 我乾脆自己來開這門課 你說呢 這些公司既然要針對那些網友 你就針對我吧 就是針對一個大學教師 我就開這門課 那注意到呢 我取材呢 基本上都是有來源的 然後呢 也跟這個公司的商業機密有關 真的跟商業機密有關的部分呢 我絕對不會在這個公開講座跟他探討 而且說那種 就算不是公開的講座呢 我想我應該也沒真正去揭露這些資訊 我講的幾乎都是常識 只是有很多公司把常識 認為是商業機密 這也是我很痛心的 很不開心的 好 那我們就來探討 那注意到呢 就是說呢 延續我們在上一次在講面試應對的時候呢 我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你不應該把面試當作什麼比試啊 或是比賽 其實那是截然不同的心態 我們首先呢 來看一下interview這個字 你看到 interview這個字呢 你去看那個 英語詞點 那英語詞點呢 告訴你的事情呢 還蠻有意思的 你看到interview 然後你看到interview 你看的是什麼 他說呢 他會安排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呢 就是有人會問你問題 然後問你說 欸你是不是 是不是怎樣 升任 一份工作 所以你看喔 interview這個東西說真的 你把它翻譯成面試呢 會有一些誤導 因為面試你可能覺得說 欸就是當面做考試 其實不是 你看就是他其實提問的是為了什麼 是確認說你是否升任 好 那但是呢 其實呢 這件事呢 也可以反過來 所以就是說呢 他不是只是出問題而已 像你看到有反過來 就是說 欸他可能會怎樣 其實不同的 不同觀點 比方說你看像TV show TV show呢 他顯然就是 他也是一個interview 可是他就不會只是問答 對吧 他不是只是單方面的問 單方面的答 他其實兩邊都有 對吧 像你看這個這種 這種很多TV show 其實就是這種 是雙面的 就是這個邀請來賓 他其實上節目呢 他不只回答問題以外 當然這個回 這個問題本身 安排就是很大的學問 這當然就是 來賓們 或是他們的受眾們 所有興趣的 但是呢 這個有時候呢 受邀的來賓呢 他其實會反問 而且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他反問的東西很有趣 那注意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這個interview呢 其實注意到 就是雖然他的翻譯叫做 叫做面試 但是呢其實你要搞清楚 他其實他致命上意思 就是交互的意見 所以其實互動是很重要的 這個概念呢 其實我們在上一次 前一次的講座呢 有跟大家講過 但是呢其實很多人 沒有掌握這一次 很多人一直想中比賽 或者說比試 就花很多時間在背題目 但是這樣子 我不能說錯啦 就是背題目其實說真的 就是 表示你認真 但是說真的 往往這個認真 不見得反映出最終的效果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時候呢 你用背的方式呢 就是 注意到我不是說 完全每一次都用理解的 就可以把很多程式設計 或是很多電腦管理搞懂 其實很多時候 至少我自己以前 也是有背過一些東西的 因為總是要背一些關鍵字嘛 總是要背一些 不是那麼容易聯想的東西 或是背一些結論 然後再從這個結論 去反推中間過程 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說呢 面試 或者我們更確實話 就是interview interview呢其實是交互的意見 其實呢 絕對不是說他去比試 也不是比賽 我們之前有提過就是比賽呢 其實 尤其公開比賽 我們會強調這種社會觀感 但是呢 面試 或者我們 接下來就直接同一用interview 在interview呢其實往往怎樣 你看到東西呢其實是 很多時候是會有偏頗的 然後 所以請你習慣這件事 因為 我們在台灣太在意什麼公不公平的東西 說真的 你是想看這個世界真的有公平嗎 我不認為這個世界有公平 真的公平的東西在哪裡 在電腦裡面 就是電腦裡面呢 你可以設計很多演算法 很多演算法就是 設計上它就是考慮到fairness 就考慮到公平 但是說真的在人類的世界 本來就沒有所謂的公平 它只為一個 可能會有一些conversation 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補償 或者說它有一個那種 酷普性的東西 但是呢 你不可能讓所有的議題 所有的像這個 在interview的過程中 讓每一個過程都是公平的 其實說真的它很多主觀的意思在 所以你應該是順著主觀的意思 而不是怎樣 一直在逃避這個主觀意思 其實這個主觀意思非常之重要 所以你看在一些傳統面試 跟人家說 面試當天要穿什麼西裝 就是 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就是什麼 主觀意思太重 當然現在科技公司的面試來講話 說我覺得穿習慣衣服就好 如果你平常就習慣穿西裝 那你穿西裝去面 其實interview其實OK 但是你平常完全不習慣穿西裝的話 你在interview過程穿西裝是悲劇 比如說白板題要寫程式 那就發現什麼 西裝太緊的拉上去對不對 卡住了 像這個十幾年前我還嫩很嫩的時候 我的確有穿過西裝去interview 然後就遇到一個悲劇 就是真的寫程式寫到一半 我很激動開始寫程式 那這個西裝就底下就給我破掉了 這很尷尬 那從頭到尾他可能 那個主板應該不會記得 我寫什麼程式 他只記得有一個人西裝破掉 然後你看這件事其實有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你看到很多種教學 說真的他講的是一回事 幫我們這一次希望你能夠去判斷 我只給你一些想法 那當然這些想法如果對你有啟發 所謂叫insight 那當然最好 如果沒辦法的話沒關係 那你就是歡迎繼續參加我們 這個課程給我一些回饋 好然後注意到就是很多開代台灣的職缺 其實因為不管是外商或是本土企業 其實它的風格 跟你在很多書本上看到的真的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些書本 就是像那些很有名的書 像那個專門講codinginterview的書 但是你要注意到台灣很多公司 其實不太會直接從那裡面出題 就算有出的話出法會有些變化 這也是我們完全要探討的 然後再來是說我們剛剛提到像一些外商公司 像Google Google在台灣開很多職缺 是跟圍繞在硬體有關的 也不是說你在台灣Google是設計硬體 而是說因為Google現在是一個硬體公司 它做了很多硬體 它做了IT設計 它做了一些家用的硬體 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所以這背後需要大量的軟體人才 所以像Google開在台灣的職缺 跟開在Mountainview就很大大差別 可是問題是呢 你說在網上找資料 到底比較容易找到本土的 還是找到Google台灣 還是找到在Google世界各地 尤其在信鼓的職缺 廢話當然是後者 所以這個講座需要特別探討 如果說你的目標是像這個 在台灣的外商 像Google 那你就要搞清楚他們要什麼 一定要是揣摩好 一定要做好必要的情報收集 一定要做好必要的調整 所謂的調整就是 你絕對不是聽別人的意見 你要想 他開這個職缺是不是有很急迫性 如果有一天我收到什麼 我收到Google的面試邀請 這個東西就很有意思了 因為傳統來說你很可能不是Google 過去Google在意的人 過去Google有興趣的人 可是為什麼現在有機會 收到一個interview的invites 這樣的invites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訊息 這個訊息告訴你什麼 Google真的不一樣 至少台灣Google真的不一樣 所以你要想 連我這種人都有機會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他真的很缺人 而且他確認是怎樣 可能是很多不同層面的人 都要怎樣 都要去涵蓋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 有同學問到 問到情報收集 就是晚一點要做的事情 就是那個 剛才同學問到這個問題 等一下 我去不到 情報收集 就是很大的資訊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課 為什麼需要 我們在上一次有講到 我希望建立一個社團 然後大家可以互惠 好 然後注意到這件事就像下棋 就是個棋局 就是我們要搞清楚 兩個身份 一個叫interviewee 一個叫interviewee 好 我們來一起看 注意到這個字 就是 這兩個字呢 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一次 interviewee 那注意到這個字 來自法語 那法語的話 就是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終於放到最後一個音節 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interviewee 是講什麼呢 就是說在這個interviewee的過程中 就是 它是主要回答問題的 但有時候呢 身份會顛倒 也就是說interviewee 有時候也會對公司做提問 那一般來說它是比較後面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身份呢 叫做interviewee 好 那interviewee 它就是反過來的身份 對不對 interviewee interviewee 那台灣通常把它翻譯成面試官 但是注意到 我認為說這個翻譯呢 也不是特別恰當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這個身份 是有大爭議 因為你看 interviewee 跟interviewee 如果你把interviewee 翻譯成面試官 那你就講官對不對 就是官威 然後再次你問問題是什麼 因為其實蠻 有時候 有時候遇到一個什麼狀況 就是interviewee 就是來應徵的人 他其他資歷 是比interviewee來的大的 這是會遇到的 而且呢 如果職位越高 這件事越明顯 舉個例子 像我們之前在面試一個CFO 那所以就是 財務長 我們之前在面試一個財務長的時候 那個簡歷我不敢看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 他年紀可以當我爸爸了 然後那個資歷更嚇人 就是 那個財務長 他是有寫過程式的 他對軟體公司很有興趣 他是真的寫過程式的 所以他寫程式的時候 我還沒出生 你懂 那請問 我如果 我的名字叫做面試官 真的很尷尬 因為他其實 他資歷比我高 就是他資歷比我大多了 那他在這個產業呢 其實說真的 琢磨很深 他是真的開發過軟體 然後呢 後來去做財務 而且弄過很多那種跨國公司的整病 所以我們公司來聘這樣的CFO 是希望說可以帶領公司 邁向國際 而且是 他是軟體背景 所以我們很喜歡這個 因為他真的做過軟體 所以他知道軟體特別要得來 那 所以他不是只有財務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你說 比如說 我如果叫做面試官 你知道我那個 心理上 或是在專業上說 我沒有那個資格 那但是為什麼我要 我要去interview他 這是因為 因為我要 希望可以聘請他 希望可以說服他 加入我們公司 那我作為一個工程創辦人 我作為一個主管 一個公司的經理人 那我有義務 去參加這樣的interview 好 那但是就是 所以為了避免那種感 為了避免那種誤解 因為你知道 漢語這方面很糟糕 漢語的很多詞維的講得不清不楚 比方說 instruction instruction 比較沒什麼爭議 大家翻譯什麼 翻譯指定 但是comment comment很多人把它翻譯成指定 那請問instruction跟comment怎麼區分 其實不是 應該是instruction把它翻譯成指定 那comment翻譯成命定 那這時候就問 請問指定跟命定有什麼差別 這個差異很大 你有沒有去查字典 沒有你就憑感覺 就是 指定是講什麼 細的動作 所以cpu instruction 就是很細部的動作 非常細而且機械性的動作 那comment是什麼 comment就是人的動作 人的期待 所以我們這時候叫share command 或是comment line 因為comment是給誰用的 是給人用的 所以就這樣 給人用的東西叫comment 然後cpu 這種機械性執行的東西 機械性執行的東西 那你看我們把漢語都叫什麼 一個叫命令 一個叫指定 然後很多人覺得 命令跟指定很像 它有相似出 但是這兩者實在太多了 經過我剛剛解釋你就知道 所以注意到我們在這邊來講 因為漢語這方面就很糟糕 很多詞其實翻譯很糟糕 所以我們這邊統一都用英語來寫 就是interviewee 我們做一個應徵者 interviewee 然後來面是我們的人 叫做interviewer 所以好的狀況是怎樣 你不要只是被動回答問題 你其實要接下來預測 就像下棋 你不只是下個棋 像那個像棋開局的時候 不管你要麻 然後你要泡 怎麼進 你要看他後面的動作 而不是說我下完這步 然後等對方他嚇死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事情 但是其實很多人沒有想到這些事 我覺得很多人在interview過程中 其實這方面很不幸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很多人還是在 我覺得還是在 太盡力在 我要準備多少題 但是你就想過一件事 對爭瞎咬 就比方說Google台灣 你是想看Google台灣說真的 他是來台灣聘請那種 ICPACN的那種世界冠軍嗎 不是啊 因為通常世界冠軍不會在台灣 就算在台灣也會離開台灣 對不起講得太明白 但是就是事實嘛 就是台灣哪來那麼多奧林批亞 台灣每年都有奧林批亞的得主 但是問題是這些得主 他們都會離開台灣 對吧 這是實話 然後所以注意到Google台灣 在剛來的時候 就是在十五十六年前 的確那時候他們很喜歡那種 拿過那種IOI 奧林批亞金牌 但是問題是他們現在不一樣 他現在他不是一個新創公司 而且他在台灣很清楚 在台灣的需求是什麼 有很多需求剛講過的 他就圍繞在硬體上面 然後結果呢你準備的時候 利扣還是要準備 但是人家更想聽的是什麼 比方說你是否熟悉 某一個硬體的開發 就是說這個硬體呢 也許你目前不熟悉 但是有沒有相關的經驗 可以給我做參考 如果沒有這太多參考 我們再繼續出什麼 利扣 所以注意到 利扣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就像這些矽谷公司 他想這樣 解 認識你的方式 因為呢 其實說真的很多學歷 真的沒有太大的 我不是說學歷沒用 請你不要誤解 就學歷一定有它的用處 比方說你要10秒鐘介紹一個人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他排大醫科 但是呢問題是呢 像剛才講的 這些公司其實他有明確需求 就是他需要再認識你 那這個認識你的方式呢 他就需要 比方說他沒辦法從你過去的作品 知道你做什麼東西適合 或說你過去的作品 其實他也爭位難辨 所以呢 往往他就需要什麼 當場叫你寫 然後當場叫你溝通 所以注意到呢 作為工程師呢 軟體工程師絕對不是只有寫程式 其實你會發現溝通的時間是很多的 如果你已經在工作 你自己回想看你每天 有辦法寫多少程式 你自己想看 其實你 在不加班的情況下 你一天根本 根本寫不到六個小時 你這問自己好了 就是六個小時 你說我好認真喔 我上班就開始寫程式 放心啦 你中間一定要查資料的 你中間一定要做別的事 甚至被抓去開會 是不太可能說 你就一天八小時上班 然後六個小時都在寫程式 不可能 其實你中間 這件事怎麼證明很簡單 就是有一個 不是有螢幕錄製的軟體嗎 對不對 就是你把螢幕錄下來 這件事其實像我以前訓練新人 我也會要求做件事 就是我會要求 我會給新人另外一台電腦 就是我會叫他說 你可以帶自己電腦 但是公司用的電腦 就是全程要錄影 不然說你收Email 我就把它錄下來 讓你回放說 你在工作過程中 你花多少時間處理公事 就是如果你想要透氣 不管是抽菸 或者是需要找靈感 我作為主管 我可以接受 當然不是每個主管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跟我報備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很明確說 你要透氣的時間 對不起 你就給我有效率做事 如果你沒有要有效率做事 我再前趟你 那這個面試也是一樣 就是Interview也是一樣 就是人家思考的地方是吧 就是我們要想 這過程中 其實它是需要引導 這個引導最好就是說 我不是只有答題 因為你想 就算再厲害的人 答題有可能會出錯 但是你一定有過去很拿手的東西 你在答題的時候 你可以順便講過去的東西 或是相關的 當然這件事要練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這麼課 好 那就去看 注意到 就像我們在之前講座 有跟大家提過的 不要盲目準備利扣 其實很多科技公司真的不考利扣 就算考了 大概就考一點點 就是考哪幾題我都跟你講 就是有些公司對這件事很不開心 所以可能會對我有些動作 所以為了這件事我請律師 而且 而且我有這個聲明 就是這個聲明很重要 因為就是 因為其實你自己認真看 網路上都論壇 這些台灣的科技公司 它就算考類似利扣的題目 大概就考那幾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主管不寫程式 或是說 它沒有什麼太多時間寫程式 你想一件事 如果這些主管寫程式的時間不多 這是導致什麼問題呢 就是導致呢 因為它寫程式不多 所以導致你如果用不同的方式來回答的時候 它可能怎樣 當場沒辦法見別 對嗎 江西比西馬 如果是你很久沒有寫程式 突然一個菜鳥或是一個學弟學妹問說 學長學長 學姐學姐 請問我這樣做對嗎 那你就摸摸下巴說 你這個程式看起來不錯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告訴你 你承認吧 因為你真的沒辦法當場 用看的就知道 你一定要真的去執行 你甚至怎麼去執行某些程式 你都搞不清楚 有可能 因為太久不寫程式就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偏偏台灣的科技公司 就是這種不寫程式的主管 在主持interview 至少我不是聘用這些人 其實不是壞事 某個角度來講是好事 因為假設我們的interview時間可以大幅縮短 因為你知道像google 像我以前面試google的那個年代 就是十幾年前 那個年代有可能會面試到十億關 而且十億關好笑的地方是什麼 像我那時候 我忘記到第幾關了 反正有一次就是 就剛好有一個主管調到另外一個分公司 所以它變成說 它交接來不及 畢竟十幾年前google比較亂一點 現在當然不是新創公司 但是十幾年前google就比較亂 所以我跟主管調職 調職的時候沒有跟人家交接 交接說現在interview進到哪一關呢 然後之前怎麼討論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還蠻亂的 但現在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現在就很有效率 因為畢竟現在開很多職員是很迫切的 那就是真的不一樣 然後再次回到台灣科技公司 所以因為這些主管很多不寫程式 所以很多公司很喜歡出那種有標準答案的 那標準答案的東西 你知道吧 有時候因為不是主管在改 是HR在改 這我們上次有講 注意到有些公司對證據師很不滿 覺得說洩漏公司機密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事實 事實就該講 而且這不是公司機密啊對不對 請問我洩漏這件事 對公司營收什麼法術 對某些主管會不開心 因為相當來說 某些主管他會看不懂別人 應徵者提供的程式 但是這就是事實 然後再來是很多公司 但是呢對極戰也是很追求的 也就是說呢 就算考力扣呢 大概也是一時一時考 其實更多的是問說 我們這個職缺師要做網頁的 而且網頁呢是用 Aggro.js 用React.js React.js 或是我們用Fracture 就是他就希望你現在可以用 而且呢他更喜歡看到什麼 他其實都是這些主管的 通常對作品沒有太大興趣 但是如果呢有什麼競爭對手的 或是觀念度非常高的作品 就是不是你個人作品 就是你在簽公司 或是目前待的公司的成果 其實這些公司是有興趣的 因為其實很多主管 他其實也沒辦法判斷 這個程式不是你寫的 但是對競爭對手的公司 或是相關的公司來 願意來我們的公司呢 表示什麼 已經被鑑定過了 所以呢 所以台灣公司這樣做呢 有好有壞 好處呢就是台灣公司呢 基本上面試interview不會太久 就是不會像顧問那樣很扯啊 就說真的我以前去Google面 interview 我就不開心啊 就搞很久 那邊就是花樣很多 真受不了 那所以台灣的好處就是很有效率 甚至可以當天給offer 注意到很多外商是沒辦法做到這件事的 即便那個主管的等級夠高 也沒有當天給offer 但是台灣有好幾間公司 可以當天給offer 這是台灣那個interview好處 然後再來是呢 台灣interview也是因為極占力的追求 所以很多時候呢 反而對像我們這種 要學歷沒學歷啊 要經歷可能也沒有什麼特別經歷的人 反而有幫助 就是說呢 而且通常是你拿出競爭對手的 相關公司 你只要能夠被競爭對手或是相關公司去檢驗過 或是在那邊認職 那其實你要加入現在這個公司的機會是很大的 因為很多主管會認定 那些公司已經怎樣 已經檢驗過了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那你說我在資訊科技產業是不是幹的這種事 有我就幹的這種事 所以那時候呢 我甚至跟某一家公司說 你根本一毛錢都不用付我 就是你三個月後給我股票就好 我不要錢 我還主動降薪 我就要做秀 就是做給總經理看 就是 主要我講這個不是降學啦 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一件事 我在這家公司 我就是要跳槽去他競爭對手公司 那我現在需要一個嗎 我需要一個名字 當我沒學歷 沒經歷的時候呢 用這種非常手段來幹 那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主管願意這樣招 因為他就缺人 那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除了我以外 你是不是考慮到其他三個人 我亂講的 然後剛好呢 蒙對了 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我在考慮三個人 我說呢 如果只考慮一個人 你會對我比較囂張 但是呢 你對我願意花時間表示怎樣 你考慮的人應該比較多 所以我就大概大膽的猜三個 因為猜 就是 如果超過三 你還是會認定三嘛 但是如果說呢 考慮人只有一個兩個 說他會對我比較囂張 因為對我來講 我可能不是一個什麼好的選項 但是考慮人變多的時候變成什麼 有些人能力好 但是不願意來 有些人呢 能力好也願意來 但是希望的要 那個薪水比較高 我呢 是什麼都不用 就是我當天就可以上班 所以你看 就是 那我的目的很簡單 你說我為什麼願意幹這種事情 我願意幹這種事情 很簡單 因為我 就是要這個工作 那我也來跳槽到 這家公司的經驗對手公司 或是相關公司的話 那就不需要被檢驗 所以注意啊 台湖公司呢 其實這方面interview是有它的好處的 就是真的沒有做太多的check 當然缺點是很大的 確點就是 因為根本沒有做什麼fact check 所以變成說呢 就算對方資料是偽造人 我們在台灣很多新聞 其實可以看到蠻多的 就是那種偽造身份的 其實說真的很多 好注意到不是外商就沒有 就沒有 其實不論說Microsoft 其實都有遇到這種事 但是問題是人家偽造的程度比較好 那台灣呢 其實很容易一張紙 就一張紙 喔我清大畢業 人家也沒有真的去查 好 那所以呢 請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這次講座的 雖然標題叫利扣 但是我們真的講利扣的只有一部分 我更多的時候希望告訴你這些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聽起來很很無聊 但是說真的這種認知重要 然後再來是什麼 我們再強調面試就是交易 交易 那所以呢 基本上什麼工作經驗之類的 認定其實都是什麼 就像上次講座提到的 其實這就是主管 或是面試的人 願意去劃壓 先去認定就夠了 那所以呢 不要太拘泥在這種經驗上面 他只是顧慮標準 而且這個標準 往往可以降低的 所以這樣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在上一次的講座 也跟大家講過 台灣的公司開出來的直訊 真的是很難懂 就是常常就需要揣摩來揣摩去 對吧 就是我們上次提過 順便看一下有沒有開著 這還開著對不對 像這個直訊就很模糊 對不對 你說這個embedded software engineer 我們上次有拿那個quadcom quadcom跟google的直訊做對比 那我們這次就不拿出來 有興趣請看上次的錄影 就是你看 這邊其實說這個很尷尬 因為就是你看 它的description跟requirement 看起來很有誠意的寫了 寫了9點 但是說真的 對我來說這個資訊量 真的太低了 你看就是說 因為這個資訊 頂多知道 跟linus kernel有關 那這個 你說mediatek onbasesoc出自的 你就算不寫 mediatek我們也知道 它是mediatek 因為畢竟是mediatek的直訊 然後他就說 有linus kernel的關 但是你也知道 聯發科很多直訊跟linus有可能的關 這在今天來講 這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資訊 那你說要改進效能 說真的 就算其他直訊也要改進效能 對吧 就算做網頁也要改進效能 對吧 要做無線網卡要改進效能 要做GPU也要改進效能 所以這個資訊很低 那這個東西資訊高一點 我們上次有解譯 就是說我們上次有去解析 聯發科哪些divine driver 他需要做upstream 就是說 貢獻回去到linus kernel 就那幾款 所以這是唯一有用的資訊 就只有 你看三點裡面只有一點有用 就是說 你可以去查哪些已經upstream 所以大概可以回推 大概是哪些產品線 底下的資訊就很低了 說真的 因為上面已經講linus kernel 就是西語言寫的 這個廢話 那這個 這聽起來是廢話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其實job description 認真寫 好好寫 底下可以寫少的 然後你看這件事 真是資訊量就超低了 然後這邊提到什麼 就是多處理器跟Android 那你知道linus kernel 這個東西有很大觀點嗎 但是你看這個東西 又講不講清楚說 這個多處理器是講哪個部分呢 是講那些catch cookies 就是他裡面可以展開很多細項 但是他又不寫 你說真的主管不想細寫呢 通常有三個原因 就是主管太累了 就是因為知道很多主管 尤其你真的去聯發工作就知道 真的很多主管超忙的 早上你來辦公室 就看他主管的開會 那等你下班的時候 書包要準備下班了 那主管還在開會 你就開始懷疑他到底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離開過辦公室 有沒有離開過會議室 就很忙 然後最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你回家的時候 然後打開你的手機 就凌晨2點 你打完電動 要準備睡覺的時候 叮咚 主管回信了 對不對 然後最high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凌晨3點的時候 某個客戶回信說 這個什麼 這樣的解釋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要發吸壓 Change request 然後凌晨4點的時候 如果你沒睡的話 你發現主管又回了 就是我告訴你 你知道嗎 就是頭腦一片空白 然後最high的地方是什麼 好 你繼續打你的電動 打到早上 或者是稍微密一下 然後9點去上班的時候 欸 什麼 主管也坐在位置上了 你到底沒有睡覺啊 對不對 有些主管會這麼 這麼矜持 注意到不是每個人 但是就是 有些主管會讓你印象深刻 就是真的 你高興他的作息 那你問他有沒有睡覺 他就有睡覺 他說我先睡覺再回Email 那你就開始回 你到底幾點回家了 對不對 所以注意到第一點就是什麼 這些主管 就真的沒空 因為寫這個Jug Description這個東西 說真的他是用他自己的時間 那對公司的幫助很有限 因為其實很多人 也沒在看Jug Description 這是一種 就是主管寫的事情很有限 那因為注意到 這個也不能一般的寫 就是HR不能帶寫 所以通常是主管寫 那第二種是什麼 就是這個職權呢 其實數量變化很大 也就是說呢 今天呢好像是這個用途 那明天可能換另外一個用途 因為內部的這個 我們稱為叫做LEOG 就是組織重整的 其實還蠻常見的 所以呢 請你原諒公司 就是 所以這個職權呢 很可能 這一次是開在某個部門的某個職權 然後下次呢 開在另外一個部門的職權 那只是剛好描述是一樣的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像這種Android這種東西呢 也是很尷尬 因為其實很多 也是說不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知道這樣Android 就變化很大 所以有可能他是玩其他不同的東西 就是說他根本就是跟Android無關 所以他這邊寫其實就是 就是與其說是Plus 有時候你可以把它解除是Option 就是說有時候就是選擇性的 就是他不是每一個職缺都是需要 但是他先放在那邊 所以最重要 如果要我分類的話 我把這個東西叫萬用職缺 所以萬用職缺來講的話 準備的方向就很不一樣 所以主要不要盲目準備 絕對不要去刷什麼LEAGUE 你搞笑人家要什麼 好就像我們上次 你可以回去看我們的物理 我們上次有政略這個東西做調整 那我們來看面試的如果用客觀來講 我們剛剛講一些比較沒那麼開心的事情 比較怪的事情 面試來講的話其實它是一個探索跟理解 公司的角度是了解這些interviewee 可以帶來公司有什麼特定的目的 就是可以幫公司解決什麼問題 或者說公司需要某一種人 那不見什麼問題 比方說公司可能需要特定的形象 比方說舉例來說 比方說這個LEAGUE 我們不講LEAGUE我們講LEAGUE 我們知道LEAGUE在台灣也是前三大的IC設計公司 但是LEAGUE這幾年也開始做跟Maker有關 那你知道Maker這種東西有趣就是說 以前他們只要做B2B的生意 就是Business to Business 比方說LEAGUE的客戶可能就是某一家耳機公司 某一家音響公司 某一家個人電腦製造商 但是相不一樣就是Maker市場來講 他可能就賣給深圳某一家硬體供應商 或是某一個教育訓練中心 他就可能直接賣 那所以LEAGUE這幾年就花很多時間來做形象改變 就是說因為他以前只要對公司就好 他其實說網頁也不用特別寫 但相不一樣 現在因為直接對Maker 所以對Maker來講他會去查 這個晶片是誰供應的 是聯發客呢?是LEAGUE還是其他公司供應的? 所以網站可以改 再來是需要一種人去跟這種做教育訓練的 做這種硬體供應商去怎樣? 或者是做Maker 或者對樣叫做創客 這種創客市場去做溝通 所以需要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而且需要外語程度好一點 因為你知道我們講聯發科 我們講晨星 我們講newtech這些 或是聯勇 其實過去最大 其實沒有多久以前的過去 大概四年前吧 四五年前這些公司主要的客戶都來自中國 所以說真的 這些公司一開始對英語都沒什麼要求 你反而發現有些公司對英語要求比較高 這些IC設計公司 一開始對英語的要求不高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大概從四五年前開始 因為他們的客戶 就不是只有在中國 就是有世界各地 所以對英語要求就稍微高一點 但是原本的工程師 其實說真的太久沒有練英文了 就算台大電機畢業太久了 就是有很多人是在可能2000年 2000幾年的時候加入公司 其實說真的加入公司那麼多年 都沒有講英語了 不可能變強了啦 懂得懂的意思嗎? 所以他需要外面的人 就是新的人加入 來幹嘛? 就是去寫文件啊 去做報告 甚至是代表公司去做簡報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 因為很多人 其實活到一個蘇世代 就是公司的業務員 聽起來好像是有嘴滑舌 好像很厲害的 說是他在老外面前 尤其是那種Maker 要Pitch 你知道Pitch要幹嘛? 就是比方給你五分鐘 介紹公司他便 因為過去他們這些業務員 就是靠關係啦 或是靠一些人脈 就是靠那種 某一種商業談判 所以其實他不需要說 我五分鐘之內要展現自己多少 但現在不一樣了對不對? 在Maker的世界 其實這世界是很常見 所以導致他就需要一些新的人 新的人幹嘛? 讓Maker的這種市場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客戶來說呢 就是 既然我們一直強調 面試就是交易 interview就是交易 那這個交易其實就需要什麼? 你要怎麼傳加這個資訊 就是說 你今天賣一支手機 這支手機 通常它不會是iPhone 因為如果你賣的是一個最新的iPhone 說真的一堆人家排隊的 通常你想賣的就是一個用不了iPhone 或是說它根本不是iPhone 它是個某某Android手機 之類的 就是它不是最當紅的 不是最... 簡單說就不是血統最好的 我想各位也是一樣 各位來參加這個講座 通常都不是血統最好的 因為說血統最好的 應該沒有機會聽到這個講座 你做的事都做不完 所以你要注意到 就是說我們做一個血統不是那麼好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就是要去想我要怎麼去傳遞 我自己能做什麼 然後特別強調 這個interview絕對不是考試 就是說中間它是一個相互探索 注意到好 interview 相互探索 然後你不是只是公司在面試 公司在問你問題 事實上你也幹嘛 你也在interview公司 其實你可以從一些反問開始做 比方說呢 例如說呢 你被問到一個codinginterview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失敗 就codinginterview 問了說 這個... 人家問你說 能不能想出一個什麼 這個時間複雜度為log-end的解法 那你這時候反問說 請問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需要 log-end的時間複雜度 你知道就是反問 然後注意到呢 你不是故意刁能的反問 就是讓對方如果猶豫 就是對方如果... 因為出題的人 他可能沒有想說 為什麼要反問 注意到你可以說 因爲什麼 就是如果對方沒有回答的時候 你趁他idol的時候 趁他愣住的時候 因為多半時候 很多主管是沒有準備好這件事的 就是沒有準備有人會反問 因為你知道台灣的環境是這樣 就是... 叫你私底下講會講一大堆啦 在滴卡在PD會講一大堆 罵人會喜歡罵 但是叫你當上面罵 尤其在interview的場合 其實沒有人... 沒有太多人敢做這件事 但是反問說 爲什麼要提出一個 big old log-end的演算法 我想是因為 原來在Linus Colonel 也做到什麼時候 其實你反問的時候 順便可以推銷自己 而且最困難是 你推銷的時候 因爲對方已經猶豫了 或是對方已經停下來 因爲他沒有想到 他會被反問的 因為他可能只是這樣考你 但是你說在什麼場合用到之後 爲什麼需要這個 你反問他 然後你順便偷渡一個 你做過相似的 這也是個技巧 因爲這個技巧在於什麼 它不會太花時間 注意到如果你想反問的東西 花的時間很長的話 這也不好 但是如果他的時間不長 而且你練過 注意到這件事的前提是練過 不要當場再出來 說真的 至少我不敢當場來做 就是我在 至少在interview的之前 搭車或是在空檔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這個 如果讓我會反問 我會反問什麼 因爲反問一定要推銷自己 然後 通常還會被問一個問題 就是薪資 注意到薪資 說真的你不需要像我當年這樣子 就故意說我不拿錢 或是我要求減薪 你不要 你不需要這樣作秀 因為這樣作秀 那就是作秀對不對 就是你不需要作秀 因為 就除了你想紅 對不對 我相信TonyQ也不會幹這種事情 就是 我相信 敢做這樣事的人不多 但是你知道嗎 當年我幹這件事就是想要出名 但我現在後來也沒什麼機會 讓我去表達這件事 因為對方都直接 只會問我說 我們公司想聘你當顧 這個數字可能會接受 通常是問這個問題 他就沒在問別的 所以注意到 薪資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想法 就是說 你不需要一味的壓低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最後一刻 再要求 就是你可以說 人家問你說你希望薪資多少 你可以反問他 請問我是不是在水準之上 在您interview的過程中 那麼多人 我是不是在水準之上 那如果要留住一個像我叫水準之上的人 你們想要出多少錢 這個其實說真的他也是一個什麼 他也是一個硬打 不過今天我們這次還沒有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這一次的講座 還是專注在空人interview 還有一些專業問題上 注意到後面講這種交涉 其實也是很值得去探討的 因為說真的這也是加深對方對你的印象 但是注意到這個東西其實要練 而且你需要搞清楚是誰在interview 你不能太強勢 因為有些主管就討厭強勢的 就是這件事要很小心 你可以講得很誇張 但是尤其在台灣環境 好,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兩動 五五 形容得好真實 哎呀,什麼形容好真實 這是總是會遇到的事 看太多了 這邊順便講 就是Google說會有八個關卡 這是蠻常見的 但是說真的 那八個關卡很多時候其實 就是有些沒那麼花時間 因為那種 有的是線上打電話 那種打電話跟你談一談 那種其實時間很短 就是十幾分鐘幾十分鐘都有 就是沒有很長的 那也算一關 所以就是真正比較困難 大概就四關了 現在來講真正困難 就是你要花很多心力在 在Coding Interview 或是在一些專業應對 大家就四個關卡 這對呀 聽說真的 這個薪水是這樣 就是薪水是留住一個人最低的成本 跟我講 再念一次 薪水是留住一個人最低的成本 那說真的 很多人開期望薪資 說真的 就是 也不說一定要寫多高 但是你想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你寫個X 都比你寫個莫名其妙數字好 你說行期價不是5萬嗎 那是行期價 那代表說 這個工作 你想就是 你可以比方說在 比較後面的關卡 你就用一些口吻 問他 要很誠懇的口吻 我們說 既然公司業務成長這麼快 這個職業不補不行 那主管就說對呀 那把那個對呀記下來 幾分幾秒 講一個對呀 記下來 那個主管的名字記下來 然後等下一關的時候 某某主管 在跟我面試的時候 他也強調說 哇 這個公司那個什麼 業務成長 這個成長很快 他在那邊也是 應付不暇 他在 10月4號的時候講的這個 有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加設你的印象 就喔呦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那你就講你的困難 你的困難是嗎 我的困難是 但是同時呢 其實也有其他公司在找我 那但是我心理上呢 還是比較相貴公司 好 這都是東西吧 就是這個 注意啦 這句話呢也是要練的 因為呢 你自己想嘛 就是 如果你寫一個數字 寫上去 就已經沒有談判充碼 但是呢 換個角度想啊 你怎麼知道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candidate 就是所謂的應徵者 就看人家的積極度嘛 如果他很急迫 你知道有些公司就很急迫啊 就是 就是你如果不趕快跟他 就是 第一次面試不算 就是第二次以後 甚至談到錢那一次 他就一直問 一直問錢 對不對 那就是什麼 那就急了 反過來說呢 你數字呢 你故意寫很大的range 比方說五萬五 到九萬五 這個range很大 對不對 然後呢 人家沒有很愜意的真正看 你就故意給他數字寫小一點 或者故意 一開始終於沒寫到 就很多公司其實他不急 但是呢 有沒有啊 他可能過任生急了 然後就開始拼命的問 那這時候你就知道籌碼在哪裡 所以有時候呢 是要搞清楚這件事 然後再來是說呢 其實有些公司呢 他也有他的難處 就是他沒辦法一開始給你現金 沒有辦法給你那麼多現金 有他的難處 因為一開始公司主管 有他的什麼 預算 所以你也不能怪公司 也不要說因為這件事說公司刻 但是絕大多數台灣公司都有能力補償一個人 有很多方式可以補償 比方說 從那個最基本的加班費 然後到分紅 其實很多公司都幹得到這些事 那所以呢 雖然他主管會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沒辦法開那個更高直屈 但是你就暗指他會說 我聽說什麼什麼什麼 有什麼管道 那我是不是可以比照這個 這也是在之後可以去談的 那我想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說呢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委屈 說呢 你如果從哈密進去公司 就覺得委屈了 你覺得你進去之後會不委屈嗎 對不對 那反過來說呢 你就算一開始可以拿比較低 只能拿比較低 但是呢 後面有很多補償方式 說真的呢 這裡是什麼 對管理的人來講 也不是壞事啊 對不對 簡單說給你多一點 紅蘿蔔 公司就可以留住你了 他願意做 好 再跟我念一次 薪水是留住一個最低的成本 然後這個東西呢 說真的就是要談判 好 然後但是呢 我們這次講座呢 顯然不是針對這件事 我是跟你講說呢 這個都是在interview 要去做的事情 好 那接著我們開始講 今天的這個關鍵 面試呢 是一場交易 那這個交易要從幾個地方去看 第一個是情收 所謂的情報收集 然後再來是表演 對譯 然後呢 像剛才講薪水呢 就是顯然是對譯 而且這東西呢 跟你的表現有關 就是 它是一關一關的 就是你一定要先做好情收呢 那很多學生 像我以前教過的學生 我覺得他們不差的 不差的這個狀況 但是就沒做情收 我就搞不懂啊 就是這些人會花那麼多時間去 去補習 花那麼多時間幹嘛 去爬文 但是為什麼不去情收 情收其實很簡單的啊 就是去參加校友會或是什麼 反正想辦法認識學長學姐 問在裡面工作的學長學姐 問她問題 想辦法問 或者問我也可以啊 對不對 搞不懂啊 因為其實這方法太多了 你說 我就不好意思問人 你不好意思明天什麼 明天人家就當作你沒看到 好這兩次啊 你今天覺得不好意思問人 明天呢 人家就當你不存在 好 這可以把它比起下來 就是 就很多人一直講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就有時候很生氣 有時候 特別是我教學生 有時候跟我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就很生氣 請問你做錯什麼 喔沒有啦 老師我覺得 請你幫我寫推薦信 我會覺得打擾你 然後我就說 我不是上禮拜 在9月29號的時候跟你講什麼 我願意幫你寫推薦信 我已經答應你了 所以我答應你 你要做的是什麼 是提醒我 欸推薦信什麼時候要繳交 推薦信 幫你哪些學校 或是說欸 我是不是忘記 我自己是不是忘記寫 對不對 那不要一直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很討厭這種狀況 因為你看 平常嘴巴帶著不好意思 真正要道歉的時候怎麼辦 真正要道歉的時候 我分不出 哪個東西真正要道歉 哪個東西是你的口頭禪 所以這個是一樣 就是這個表演 就是面試 就是interview本身的 做一種表演是一樣 就一樣的題目 當時說我知道 我會 但是呢 這個會 我可以答 但是最後沒有答出來 對不對 人家也會影響到你的看法 就會覺得 欸這個是不是講太滿 那反過說呢 你雖然一開始是答不出來的 對不對 但是你有些替代的 有些可以補救的 這就不全代表是你不會的 就是說我沒辦法證明回答 但是相關東西我可以回答 這也是一種 因為它其實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交互的觀點 好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 就會有這種狀況 其實蠻多人應該有遇到這種事情 尤其爬文爬多文 同樣的直缺 就相似的直缺 因為第一個呢 你也搞不清楚那個直缺 它可能就是萬用直缺啊 同學 就是很多同學 為什麼不同的印證寫出來 新的會不一樣 它只是像這個 像剛才那個 這個東西一樣 對不對 它就萬用直缺 所以可能從頭到尾就是不同部門 所以注意到 尤其是台灣公司 像在畫面中這個 就很多萬用直缺 但是請你真的要 體諒這些公司 因為這個主板真的不容易啦 真的很辛苦啊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待著 因為 因為 因為我肝不夠強 然後 所以就是說 所以你要搞清楚這個 就是呢 其實它從頭到尾 它只是 需求相似 不代表什麼 不代表是同一份工作 然後再次呢 英特尾文我之前講過 它不是公開競賽 它本來就會有不透明 而且呢 甚至很多就是有內定人權 然後你聽到內定人權 覺得不開心的人 就覺得 這個東西不公平 你在台灣就是聽多這種事 但你想一件事 什麼叫內定 就是說呢 我就希望能夠錄取某某人 我就喜歡那樣的人 只是那個人可能怎樣 它就沒辦法立刻加入了 那我以它做為什麼 標的 我以它設定為什麼 我設定的目標 就是我想要錄取那樣的人 所以 所以你要想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有些主管真的不知道怎麼開直缺 就是 因為不能直接抄Google的嘛 不能直接抄高通的嘛 所以很多時候他幹嘛 他就看 他鎖定了某一個人 他想要去挖角 他喜歡的那個人 就照樣寫 而且有些職缺的很誇張 就是 我不能講公司名稱出來 有些公司就是這樣 他一開始就萬用職缺 然後過一段時間 他把應徵者的履歷表 稍微改一下 貼出來變新的職缺 我對這事其實很生氣啊 就是人家來應徵貴公司 不但有說貴公司有權利 可以把他的 把他簡歷的內容貼到 貼去當職務要求 真是 但是主要有些公司會這樣幹 聽起來很方便對不對 但是真的有 有可能就在貴公司啊 這也不是什麼對錯啦 但是就是 其實這個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就是說你這個interviewer 其實沒有特別做準備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呢 因為呢 這個氣氛 就是應答 過程的氣氛 其實這個很關鍵 其實這會直接影響 interviewer的看法 所以這事實上就是說 同樣的 像Liko 很經典的Liko提 其實沒有答出來 但是你發現有趣 其實兩個人 一個是什麼 一個對答的比較 比較 講話比較調理啊 口調比較好啊 或者說他就是他的形象 主觀形象是很大的 所以你絕對不能把interview 想成是公開比賽 因為公開比賽不能說你帥 我就錄取你不行 對吧 但是interview可以 可以加分 這是很正常的 人之常情 所以請你呢 不要去對這些主管有什麼 他們的主管 主觀認定你 你其實不要去直接去評評他 將心比心 哪一天你是 那些所謂的interviewer的時候 你難道完全公正嗎 這我不相信 因為你的時間就那麼短 你看你今天辦一個公開比賽 你要花多少時間寫辦法 花多少時間寫規則 花多少時間寫評審 對吧 而且呢 可能抽到來的隊伍就是那些人 可能沒有太多 但是你要想喔 平均來說 像我以前遇到一個 我的經驗 就是一個職缺 可能要interview50個人 當然有些interview是 封interview就刷掉 就是50個是要的 所以其實想想這很可怕 你看喔 就是你今天辦一個比賽 像我們之前 我們在成大也有辦過好幾次比賽 我們大概經驗就是 可能就100多隊來報名 但是他是三四個月 100多隊 而且到決賽的時候呢 他就是好幾關嘛 先在出賽 復賽決賽 對吧 就分好幾個關卡 然後呢 我從100多個 比方說150個隊伍裡面 最後選出10個隊伍 那但是你看 像不一樣喔 我是50個挑一個 今天呢 你看150挑10個 150挑5個 跟50個挑一個 你覺得難比較難 廢話當然後者比較難 對不對 那更難的地方是什麼 後面根本沒有別的 太多時間準備 你花太多時間在interview 你就會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這實話對不對 所以呢 你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主觀 其實很重要 好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好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公司呢 通常也不會跟你講說 正在考慮哪些人 所以這件事也要揣摩推敲 但是呢 通常會跟你講說 現在缺人 因為這也不是機密 就是有些公司大幅擴張 通常業務成長 尤其台灣的公司 這方面很明顯 就是缺人的時候 就會在最後一刻 才會去補人 他不會在業務成長的時候 才會去補 就是業績快要成長的時候去補 不會 通常是已經衝起來了 就是業績衝起來才開始說 我們好缺人 好缺人 絕對不會提早規劃的 就是 因為很多原因 就是 也不是公司的錯的 就是 就是 台灣人的習性 因為公司如果沒有起來 應徵者就會問他說 這個公司 沒有什麼搞頭 就是比較不會做這種事 就是不要 就是一定要公司股價衝上去 才會有人應徵 就是通常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不管是台灣公司 或是台灣的應徵者的一個常態 就是多半時候你不會去投一個 可能你認為很有潛力 但是現在股價不高的 或是在網上搜尋不好找 你通常不會去應徵那樣公司 你更不會因為說 他的網站很神奇 很酷 很炫 很奇怪 然後去投 但是注意到 早期Google就是這樣 早期Google的網站 就醜醜的 而且 應徵的資訊也不清楚 但是就有人去 去拆出 去調出什麼 HTNL的Source Call 去幹嘛 去看裡面有沒有interview的網址 或是辦法 那這件事比較不會發展在台灣的事 因為台灣是很務實的 所以注意到 這沒有什麼對錯 但是因為台灣太務實了 所以覺得一定是在最後一刻才招聘人 所以現在學不學人 說真的 他不是機密 一定常到 然後但是注意到 軟體工程師 我相信絕大多數在 你現在想要應徵那家公司的軟體工程師 一定有他的專業在 但是鑑定其他工程師是另外一份專業 那注意到 不是每個軟體工程師 都具備鑑定其他工程師的專業 但是interview的困難是什麼 就是要先鑑定 記住這一點 因為很多 不管是主管 或是面試你的 interview的人 其實說的那些人 其實很多沒有辦法鑑定 往往都會被一些話語 或是被一些手段去 比方說有些人就比較強勢 你問A 然後他打一個A prompt 然後再打BCD 然後他講得很順 甚至他講一些看起來很難的東西 說有些主管就停下來 我有幾個跟他講 我之前真的有遇過的 我之前在十幾年前 我在一家台灣做 就是台灣做這個手機設計 手機製造的公司 那當時是全台灣出貨量最大的 台灣的ODM ODM的手機公司 然後那時候就遇到一個很有趣的信 就是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股價還不錯 我們那時候股價就200多塊 而且我加入的時候股價才60 沒多久 才18個月股價就衝到200多塊 然後那時候 那個面試 真的我就體會到這件事 公司股價從60 衝到200多 然後各式各樣 真的是你聽過很厲害的名字 台大經紀不用講 台大經紀是基本款 就是來自溫哥華的 來自蘇里斯洛桑的 反正就是很有名的學校 就有人來應徵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interview師 就遇到一個尷尬現象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人 有時候他回答問題的時候 他就講一些比較聲鬧的話 那我就發現一個 我主管 就是我的主管帶我去面試 然後我帶我去唐廳面試 然後我就發現我主管 就只能 因為人家講的東西太專業了 而且就是人家 比方說他問一個 問一個什麼 就是問他說 你對那個 你對那個 機業生有沒有概念 然後對方就 他說我略懂 然後我主管就很臭屁說 哎唷!ITU的文件這麼多 你真的讀過了嗎 他說略懂 我讀過哪個部分 開始講 那講講我主管點入綠人 就是因為 因為對方考試真的看過了 我主管是看過目錄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主管說我看過ITU的目錄 然後反正你知道 就是多半時候這個東西 可以騙很多人 或是嚇很多人 但是真的 遇到那種真的有讀過規格的 然後最後還有地方是什麼 他的說事論文就是做那個東西 懂我懂你懂嗎 他的說事論文就是做這個通訊 而不是 他是真的讀了 然後真的去報告 而且甚至去參加ITU的會議 但是多半時候他就點點頭 晃晃晃 那這件事很尷尬 因為我注意到一件事 他其實那個應徵的人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主管的問題 但我主管被嚇傻了 你知道我點嗎 所以我在快結束的時候 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因為 因為 就是我主管如果說OK的話 換我又有壓力 懂嗎 因為 我們要錄取他作為 我的同事 懂意思嗎 就是如果這個 沒辦法分他們的工作 還會增加我的工作量 我是不是應該抗一下 但是你知道台灣就這樣 就是主管比較說他可以錄取 就錄取了 但是 所以我就問他一個軟體問題 軟體設計問題 我發現對 他的確是參加這個會議 所以他可以把它講得清楚 但是問題是 我現在要的是一個軟體設計的人 就是我們不是只是要 GSN規格 就是ITU的文件的認知而已 我們是真的有能力 把某一個流程轉換成程式碼 而且有相關開發經驗 所以 我就後來就 偶爾問他一個問題 那說真的 這件事就是鑑定 就是說因為 那個人絕對是優秀人 但是說真的 我們公司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公司 因為 他如果是熟悉ITU那些規格 那其實他可能去加入聯發科的 那個什麼 晶片 就是做無線晶片的那個團隊 當然不只聯發科 就是有很多類似的公司 其實都加入好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現在那個職權 是很需要做軟體整合的 我不是說哪個就比較好 但是說真的 那可能說真的比較適合 但反而是對我們公司就不適合 那反而說如果我們公司 因為沒有額外的鑑定 然後發了offer 真的很困擾 萬一真的他加入我 然後換我壓力很大 而且對對方也很困擾 對吧 就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了解我 然後就發一個offer 說來 然後一樣的狀況 請你也去想 就是說千萬你不要去 一旦你接到公司的來電 那就急著打車去面試 那這邊講一個台灣公司常見現象 台灣公司的HR實在是 實在是事情很雜 HR真的事情很多 你以為他只是在招聘的 沒有很多事要做 什麼你想到服務委會 公司的停車格 你以為這樣結束嗎 沒有 然後那個 像那個什麼 請那個產假婚嫁 然後還有什麼那種 判斷一個人 有沒有在網上亂講話 這種東西也是HR工作 其實HR雜事超多 我們有機會慢慢講 這不是什麼機密 其實都可以講 只是雜事太雜了 所以最大的招聘人產 只是HR工作的一部分 而且可能那個一部分 可能比例還蠻低的 所以導致因為HR做很多雜事 這HR很多就不願意認真的 好好寫Email 因為你從他們繳出去思考 一個月拿多少錢 要做很多雜事 那主管又叫我去聯絡這些應徵者 所以多半的時候 他們會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先打電話 再補Email 或者說在Email沒有寫得很清楚 就是用一些灌頭信這樣子 好 注意到這個時候其實很不好 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這些人通知你 他就很長處通知 然後你如果又長處回答 那其實很可能就會導致悲劇 就是很可能根本就約錯時間 注意到這件事是有發生的 明明HR跟對方敲你早上9點 但是早上9點 那個主管就沒空來interview 這沒有發生 有 其實我聽過好幾次 那這個就是怎樣 這就是溝通不好 好 所以這個狀況最好就是什麼 就是盡可能為自己爭取到一些空間 例如說 注意到不能說謊 但是你可以推迫一些事 比方說你現在是讀書 在讀書的話 你就說我的指導教授要求我做什麼事 那這個東西呢 比方說他要求我做什麼報告 那這個報告 可能要報告給誰聽 注意到這句實話 但你老闆沒有跟講什麼時間完成 所以我想呢 我應該要先滿足這個指導教授要求 我再來做 或者說你來上課 這個我的授課教師 你可以說我 我的授課教師呢 就是要求我們完成一個作業 這個實現限制 而且他跟後面的作業是聯鬥的 所以我必須要完成 所以請你原諒我 我感謝貴公司對我的青睞 願意給我這樣的機會 但是我很不幸的 我最快最快只能在星期五 你可以故意寫一個比較怪的時間 我最快只能在星期五的下午 因為這個是在計畫完成 或是那個佼佼的截止時間 好 那所以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為自己爭取到準備 這個準備的時間是要辦什麼動作呢 情報收集 衡量利害得失 利害得失 這樣就是說 有些公司呢 你應該知道就是像Google 之前Google是這樣 就是 你一旦一個職權呢 它半年 就是 你被拒絕了 或是公司覺得你不適合 公司通常不會寫reject 就是Google的 那個 感謝信通常都是寫說 這 就是 就是 這邊沒有適合你的位置 類似這種話 就是那個 一定會出現fit 這種話 就是 當然有時候寫的比較文雅 就是寫一些 就是 就是 感謝你給我們的 就是 就是 感謝你對我們公司有興趣 但是 我們現在 在認識你之後呢 發現怎樣 發現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缺 但是 也許在很快就會打開這種缺 類似這種話 好 那總之就是說 因為這種公司呢 它有時候會有些規定就是 半年內不能申請同位職權 所以你想 如果現在呢 在這一次 就是我從我明天開始 假設我明天答應面試 我從明天開始的面試 那過程中可能會有些好的表現 或者就有些 狀況外 那這些呢 其實對 我的 後面實際影響很大的 那你就要想 我是不是該在這一個提示 或者在這 這麼倉促去做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 你就要應對練習 應對練習也是我們這一個講座 跟後續 系列課程再來的事情 好 然後最大呢 那如果你的表現狀況不好的話呢 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 當 因為表現狀況不好 你自己知道 但是呢 不代表說你不會錄取 不代表說其他 候選人 就比你強到哪去 因為你要往好地方想 就是 當你認為你自己 不是很優秀的人 都有機會來interview 有機會占用對方的時間的時候 說真的 跟你一起競爭的人 他會搶到哪去 往往不會搶到非常遠 就算搶也是搶一點 那所以呢 你要做的是什麼 增加自己 被認識的機會 所以我通常會給一個學生這樣建議 就是 不只學生 就是我自己也是這樣 就是我在當天 我就寫自信 就是我認為當天自信很重要 就是 再忙 當天自信 就寫音樂過去 所以主要你在interview的時候呢 就能盡可能拿到對方的聯絡方式 拿到他的名字 那有些小技巧 就是說 如果他不願意透露的話 那你可以跟HR講 講什麼呢 就是說 我剛才在interview的過程中 某某主管 就是 他問了個問題 然後呢 然後他要求我之後寄給他 注意到 後面那句話呢 可以半假半真的 就是你可以怎麼講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講說 你可以先問那個主管 說 這個如果 如果 如果我現在這個答的不好 我可不可以之後再 跟你什麼 寫信跟你討論 那多半呢 就是 多半遇到這種 有禮貌的問題 多半 會回答可以 那只是 當作沒看到 但是呢 你就說 因為那個主管 他沒有拒絕我 所以我就認定什麼 認定他同意 然後呢 他同意我什麼 在事後跟他討論 所以我需要他的email 因為我剛剛太倉書 忘了跟他拿email 注意到你看 沒有說謊 那只是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shoot 對不對 就是他沒有否認的話 我們當中肯定 好 那重點是拿到他的email 然後呢 就是至少說自卸 跟當天的一些問題 做一些必要的補充 好 那這個其實蠻重要 因為可以爭取到一些 翻轉的機會 因為 說真的 真的比你強太多的人 很可能根本不會來 對不對 如果真的很強的人 而且他們願意來 你根本沒有你的機會 所以你現在機會是什麼 你現在拿到那個門票 其實怎樣 其實是 已經什麼 已經是 有很大順算了 所以我希望你用這個觀點來思考 好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這個台灣公司面試的風格 常見的狀況 就是因為面試官 我覺得這個詞真的不好 因為這個說真的你看 所謂面試官很多時候 他其實不見得是多大的官 很可能就是跟你同一級的 是不是還比你下一級 像我剛才舉那個例子 就是 就是像我去面試CFO 或者是面試一個營運長 那某個角度來想 我自己做事是要跟營運長負責的 就是你講 營運長其實管的人很多對不對 就是那種COO要管人很多 所以某個角度 它是我的什麼 它是我的主管 我面試我以後的主管 但是注意到這個在interview是會發生的 為什麼 因為像CO CFO這麼重要的職務 絕對不會只有一個 一個老闆面試面談就進來了 多半時候好的狀況就是要讓相關的人 甚至讓各個部門的主管都去參加interview 所以這時候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好像interviewer 如果你把它翻譯成面試官很尷尬 因為他不是永遠都是上對下 有時候是平行的 甚至是我是下屬 我是他下屬 但是我interview他 所以這件事會發生的 然後再來是在台灣的狀況也是很多時候 我覺得interviewee過度退讓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台灣人的狀況其實滿糟糕的 就是說你要講話就講 但是在那個場合就不講 我沒有別的問題 屁啦 你生了問題很多但是不敢 我不好意思講 但是說真的 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就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 你把問題想好 然後在interview的場合問 因為就算這家公司沒有錄用你 你從這家公司收集到的情報 你是不是可以去他經濟這家公司 像我們上次有跟他講過 最好的狀況就是 就是你面試的時候 不是只面試一家公司 最好是說你他的經濟這家公司 他的重要客戶都要來面試一輪 當然不用一口試面試很多 但是盡可能去安排 就是可以交叉對照 這個其實很有用 就是可以知道對方的情報 然後就要知道風格 不過你也知道 就是說在這個產業這樣 就是大家都可能會相問的事 所以就是有些話你不能講太明白 你就不能說摸摸的說 但是我聽說 反正就是聽說就很老用了 除非他很嚴格的問說 這是誰講的 那就是說 這是我在參加某某公司的面試的時候 聽到的 那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關鍵的地方在於說 你適度的提問 其實都是加深interviewer的認知 其實這個蠻關鍵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一個實話 其實說真的台灣interviewer 我真的沒有遇過幾個 真的有特別準備的 你真的想什麼叫特別準備 特別準備是不是 把人家的理表好好看一次 好好想想 這個職學需要什麼技能 那這個人如果不入用 那我接著應該入用誰 那這個人呢 他應該要多久之內給我回覆 就是你心中要去盤算 這叫準備嘛對不對 而不是只是去網上找題目而已 我為了這件事呢 其實我花很多時間去寫 去設計那個什麼題目對不對 就是想辦法讓我現在主管可以找到我的教材 所以你會發現我上課的時候那個教材 就是我去故意安插一些關鍵字 就是讓他們Google說詢很好找 所以注意到針對這種狀況呢 其實你的策略要想清楚 因為就算這些interviewer呢 出那個codinginterviewer的題目 就是真的要寫程式 那通常也不會有太多的解法的 就不會有太多解法 就可能單一解法 而且他在狀況很差的情況下 因為真的這些主管實在太累了 真的就是他一天整天都會 那中間剛好就一個小時 他下來買咖啡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interviewer 就是如果是面對面的 會發現他在喝咖啡 或者說或者是在滑手機 請你原諒他 因為他真的太累了 因為他開會的時候沒辦法滑手機 沒辦法好好的喝咖啡 就是你下次注意看 他的咖啡看那個什麼 看外面那個咖啡那個杯子 就是因為如果喝過好幾次 就是你看一杯咖啡如果是早上買 然後中間斷斷續續喝咖啡 那是不是那個污漬會比較多 所以反過來說新買的咖啡 或者說你懂嗎 你可以觀察他咖啡 他帶的咖啡 你可以知道他早上開的好會 那你大概可以猜出 他傾向的不會出太難的題目 或是太刁鑽的題目 通常不會太蠢 因為他自己會 會沒辦法檢驗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剛剛講過 極戰力 所以注意看 就是因為台灣的interview 一般來說 沒辦法花太多力氣 在interview 意上面 所以尤其主管 因為台灣這個主管 其實要堅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你知道很多公司 需要做內部訓練 甚至把員工收到國外去受訓 那最後一個狀況就是 會不會有人受訓完 訓練完 然後新來的人就離開了 有沒有遇到這種事 有 通常遇到這種事 就會這個主管 可能會被罵很久 所以在很多公司 他其實會這樣 就是說 反正就是希望他在試用期 一般來說三個月 因為公司比較短 注意到這個勞記法 沒有明文規定 就是希望他很快趕快可以發揮 那就是就算他離職 好歹有貢獻一點東西 就說這個離職是因為什麼原因 不是因為我當初判斷不好 然後再來是 有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但是我還是要特別提 就是 你會覺得閒聊 是好像很奇怪 就是好像很無聊 但是主要在台灣的面試 台灣的interview 其實閒聊還蠻重要的 就是台灣有些主管 因為有些主管 就是他沒有什麼太多技能 但是他會跟你講說 他十年前開放某某系統 二十年前開放某某系統 他會講他當年有 但他就是很久沒有寫程式 然後這些主管很喜歡聊天 或是他看到 喔!你是某某學校 他就很開心了 就是他會喜歡更聊這個 然後這些主管又喜歡 在很早的關卡就出現 所以你就要陪他聊天 所以最重要 陪他聊天也是一個技能 你覺得不要以為是玩笑 這很重要 因為 就是 他可以決定要不要到下一關 所以這件事其實 很討厭的方式 在台灣其實要花蠻多時間 研究怎麼聊天 然後你這時候就尷尬說 我天哪 我那個應徵還要花時間聊天 對! 這是台灣風格 所以注意到台灣風格 其實要花一點力氣在這上面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這個你想聽的部分 對不起!前面都是熱身 好!然後注意到 你也許會想知道台灣 I7設計公司 到底出什麼題目 但是我直接跟妳講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難以歸納工作需求 因為 I7設計公司 名字叫I7設計 但現在做的東西 可複雜了 來看看 如果你只是鎖定前十大的 I7設計公司 我們來看看前十大 你就算只是鎖定前十大 說真的你真的也很難準備 為什麼呢?你看 好!這個資料都很舊了 所以我們就用2005年 好!前十大 那你看喔!這個你一定知道 MediaTag NovaTag 所以這個 我們就稱為叫大M 因為以前有小M 不過後來大M跟小M合併了 誠心併入到聯法科 那所以就寫M 然後NovaTag 就是也被叫滷肉飯 就是台語滷肉飯 然後這個LeoTag 排名第三名 它的產品上面有螃蟹 所以它也叫螃蟹公司 或者有時候就說寫叫R 所以要講誰上面就是M N 好!那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三家公司的產品呢 落差很大 比方說我們看ReoTag ReoTag 你會知道它是做網路通訊起家 但是事實上它不是製作網路通訊 它做的東西可多啦 來看看它有哪些產品呢? 你看喔!它的網路通訊有 是不是? 那家庭的應用也有 交換機的控制晶片也有 藍牙晶片也有 然後這幾年也有做一些物聯網晶片 所以它不是只是能夠上網也有 它可能就是加一個暗的處理器整個進去 然後它也有DTV 就是Digital TV 數位電視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它有Audio Codec 甚至還有一些讀卡機 甚至還有一些讀卡機 像是自然能品證的什麼東西 那這以外的話 還有搭配一些音訊放大器 注意到它有些產品呢 聽起來很難怪 它就是通常都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客製化產品 就是有一個大客戶客製化產品 那客製完之後呢 它就把它變成標準品 然後呢除了這以外的話 還有這個LCD 那TV控制器 然後注意到它還有一些關係企業 有時候呢 有些公司面試的時候 他不會跟人講他的子公司 注意到有些公司呢 在面試的時候呢 他不會跟人講子公司 但是呢 你真正要做的東西 是他的子公司 為什麼會有這麼神秘的現象呢 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關係企業 跟子公司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些公司有幾個不在境內 不在台灣境內 對 那所以比方說呢 那個職權是開在蘇州 那這個面試的時候呢 通常不會直接跟你講蘇州 他會說 你對出差的看法 你對加班的看法 你對需要客戶支持的方法 客戶支援的看法 但是呢 很可能就是要做這個 所以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有時候你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你 所以你做功課的時候很不好做的嗎 不是只做這個公司而已 你連他的關係企業都要看 你說我怎麼知道他的關係企業 那就要看財報 所以主要財報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呢 這個 其實你自己想啊 就說為什麼應徵這個公司 那麼花時間 你想 如果你去追一個女孩子 你好歹會 研究一下人家家境吧 對吧 研究一下 雖然可能不知道爸爸媽媽叫什麼名字 但知道他爸爸媽媽的工作是什麼 對不對 知道他們的重要性價 對不對 你會做這種功課 那想喔 你在這種公司 不管是LeoTech 林巴克這種公司 你加入他之後 你在這公司待的時間 遠比你在 在女朋友老婆面前來的場 聽起來很奇怪 但就是實話 對不對 就是你很多時間都是在公司裡面 那你要不要了解公司 廢話當然了解啊 對不對 而且 如果公司出到一些狀況 很多狀況 比如說公司裁員 公司 一些 各式各樣新聞 一旦發生的時候 是不是 人家也會這樣看待你 對吧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有些公司在面試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在關係企業 所以 應該連關係企業一起看 所以你看喔 就是 看到目前為止來講話呢 以這個頁面 注意到 還不包含關係企業 你就發現怎樣 有好幾個 好幾個不同的產品 那個準備方向不同 對不對 你既要懂 TCPIP 你又要懂802.11 甚至你要了解像那個 BOE Bluetooth Low Energy 那你看這個準備方向 落差很大 然後再來是像那個 DTV Modulator 對不對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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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準備方向更難啊 就是說你要了解TV的什麼 成像原理 就是怎麼成像的 然後呢 Andlog TV Digital TV 各自在做什麼事 然後這底下也是很困難啊 你看這個 對你說這個要不要懂一點 訊號處理 要 然後呢 所以他的Audio Codec 到底Codec什麼鬼 對不對 你要有相關的認知 然後在什麼 在是什麼 視訊相機控制器 這什麼鬼 就那個 IP-CAN Web-CAN那種東西 它那個相關的經典 那這個 這裡面還有一部分 它根本是機械層面在 因為那個IP-CAN 它其實有的IP-CAN 會怎樣 會伸縮的 它會移動的 甚至去追蹤 追蹤什麼 追蹤能講話的地方 所以它需要有一部分的Motion 就是那種 在那種機械 就是機械控制 就是自動控制的一些 一點點知識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你光看RealTech 你就要看很久 然後呢 如果再回來看MediaTech MediaTech MediaTech跟Nomatech來講話 你都會發現很大量的東西 所以追蹤 雖然我們的標題看起來很手動 對不對 就是跟你講長線題目 但是我直接跟你講結論 就是 沒辦法 直接找到一個 簡單的分類 很難 所以其實 情報收集很重要 你才要對身下搖 那你看喔 連發課的題目 那個內容太長了 我們直接看上面 看簡介好了 所以你看喔 這家公司有做什麼 因為我併入那個 曾經之後 它有那個電視晶片 除了電視晶片以外呢 還有什麼 無線通訊 並入那個雷靈之後 然後當然你知道那些 4G啦 5G啦 這個都包含的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包含原本做那個CD用DV列都有 然後注意到 連發課的子公司 因為你面試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是他的子公司 他有些子公司做的東西 是比較特別的 比方說像 我不能講得很明白 但是這幾家 這幾家 裡面有一個 是做的跟上面列的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喔 這導致一個很大問題是說 其實你如果一開始沒有 明確資訊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是很難準備 因為他的那個範疇很大 所以 你要想辦法去收斂 或者想辦法在你的簡歷 或者在你的對答過程中 想辦法去強調一些事 因為你強調的東西 如果對方有給你回應 就是interviewer對你有回應的話 很可能他們就是要做那個 那有些公司被要求 不能一開始就講 有些公司的 那個職員被要求說 不能一開始就透露部門 有很多考量 那台灣公司有很多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一開始就透露部門 那所以呢 這導致呢 其實準備方向是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希望你聽到這裡 不要覺得灰心 所以呢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是想辦法對真想想 就是說先釐清需求在哪 從情報收集 或者說從對談的過程中 大概心有底是什麼 好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動九三五 好我們繼續 那所以呢 注意到的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台灣的IC設計公司 其實說的產品很多元 然後呢現在呢 這個狀況會更困難 就是說注意到我們的標題 對不對 我們的標題是 IC設計公司裡面什麼 軟體開發的職缺 那注意到呢 就是尤其在學生 就已經工作的 各位應該知道 但是學生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注意到IC設計公司 絕對不是只做IC 裡面呢 很多東西都是軟體 然後你看到 底下這些全部都是軟體 而且這軟體的東西呢 並想要複雜很多 舉例來說呢 如果裡面要開發這個任體 就是 我舉個例子 這個任體呢 像那個手機裡面 手機裡面它也會有Wi-Fi晶片 否則呢 你沒辦法使用這個Wi-Fi上網 對吧 但是Wi-Fi晶片呢 它的這個 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 你會有一個暗的晶片 對不對 主要一個暗的晶片 其實暗的晶片可能好幾款 就好幾個在暗的晶片 但是有個主要的 主要的 一部分的暗的晶片 然後呢 再來一部分呢 它是所謂的Wi-Fi晶片 那這Wi-Fi晶片可能來自 來自聯發科 來自晨星 來自Broadcom Cypress 或是其他相似的公司 然後注意到呢 這裡面呢 很可能它裡面也是一個暗的處理器 注意到 我們所謂的Wi-Fi晶片 裡面很可能也是一個暗的處理器 而且這暗的處理器裡面呢 它就執行一個特別的作業系統 或是一個特別的軟體 所以這個軟體呢 我們就稱為叫Fenware 就是這個軟體呢 跟硬體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注意到 那我們一般講的這個Soberware 是一個通稱 其實它可以看 它可以分類來講 比方說最上層我們就是要 就是說應用程式 應用的就是 直接接觸到使用者 然後呢 再來是有些呢 是像這種Fenware 它就很 它就跟硬體有很大關聯 甚至 甚至它跟硬體就綁定了 所以像那種BIOS 注意到BIOS本身它也是個軟體 但是這個軟體呢 跟硬體的行為有非常大的關聯 那這個顯然呢 什麼 也是IC設計 顯然就是IC設計公司會開發的 對吧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這還不夠 因為呢 你有Wi-Fi的晶片呢 其實不代表說你可以上網 所以你必須在 作業系統 當然不是說我們講那個 那個IC上面的作業系統 是說 host端的作業系統 比方說 Windows啊 Linus啊 Android 是要寫這個裝置去用程式 所謂的Device Driver 然後呢 很尷尬的方式呢 不是只是寫的裝置會動 就是 這要看 作業系統的完整度 有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你可能連上面的SoberStack 所以比方說呢 你可能連上面的這個藍牙 藍牙的這個SoberStack 其實要去建 就是說藍牙上面會有一些 做必要的通訊呢 所以你可能要補完這些 這些SoberStack 或是它有一些特別要求 比方說 你知道你的手機可以當那個 host AP吧 就是Android的東西 就是Android的東西要 host AP mode 好 這個 所以就是熱點 那你想喔 欸 這件事有趣喔 你的手機上的Wi-Fi晶片 它應該是蠻小的 對吧 而且它應該是蠻省電的 但是它可以當那個熱點 可是呢 你的個人電腦可不可以當Wi-Fi熱點 多半的時候是不可以的 好 注意到不是計算不可以的 只是要設定 所以 所以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說呢 你的手機聽起來功能 就是比較 體積比較小 但做事反而比較多 那你的個人電腦聽起來呢 對吧 聽起來比較貴 聽起來比較大台 好像功能也沒有比較多 欸 為什麼這個現象呢 就是因為差別在上面 SoberStack 所以最大 host AP呢 本質上呢 它就是另外一套軟體 那有興趣呢 你可以用這個觀念去找 Android host AP 那你可以找到很多 或是找那個Linus SoberAPD 那你可以找到很多討論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對應的軟體 所以它不是只是一個裝置去用程式的 它是一個 你知道嗎 就是它需要補完很多相關的軟體開發 就是上面的很多軟體要有 然後才會有這樣的功能 那藍牙也是有 也是有類似的狀況 藍牙有很多模式 比方說藍牙有一個 藍牙的話就是會有那種BLE 你聞到BLE Bluetooth Low Energy 這個 那但是注意到 Bluetooth Low Energy 其實它是 它是 藍牙4.0以上 那現在新的規格是到5 或者跟上面的規格 5.1嘛 然後呢 但是注意到 Bluetooth會有一些很奇特的規格 就是比方說它有一個東西叫 Bluetooth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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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 這個 像這個東西呢 就是Bluetooth Protocol Over Wi-Fi 這不要懷疑 就是有這種東西 然後這東西呢 它存在 只是說現在用的比較少 因為它比較耗電 但是它某個收拾很好用 比方說做那個分享網路 就是你知道在有些環境 不好意思不方便分享網路 就是有些公司的網路管理比較嚴格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用到這個東西 因為特定的網斷剛好 特定的類型剛好可以跳過去 這我不能講的太明白 這就真的是公司機密 所以我有時候不開心的地方是 有些公司對那種面試題 這邊防鎖來防鎖戲 就真的要防 就講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哪些公司有很嚴格的防範 哪些公司漏洞在哪裡 這就是機密對吧 所以我就不會跟你講細節 好 但是我跟你講呢 這個東西是存在的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還有蠻多類似的 比方說那個Miracast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出現一陣子 就是說簡單說呢 它可以讓你用那個手機投影 就手機用Wi-Fi連線之後呢 它可以把手機的畫面 投影到智慧型電視 那最重要這個是勞梗 但是這個勞梗呢 裡面也需要SoftStack 所以它不是只是開發一個 不是只是開發Divine Drive 就可以驅動 不是這麼單純 就是要做到這些很複雜的功能 那這也是公司需要你的原因 因為公司需要有人 開發這些複雜的東西 這東西需要有人 所以這就是要讀規格書 然後做很多相容性測試 這也是現在Google Adams 在台灣 高通 這些在台灣大幅照聘 各方人馬 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開發Firmware 開發Divine Drive 開發SoftStack 很需要單純能力 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 要做很多 比方說什麼 要做光碟的播放 像早期的聯巴克做光碟晶片的時候 現在還有 就是你想 一個公司做光碟播放器 光碟播放的晶片 總是需要一個APP 需要一個應用程式 是一個Player 它總不能說請你去買Cyberlink 不行啊 因為這是降低自己的毛利 有時候 它的鎖定的市場是 不能沒辦法裝個Cyberlink 拋個DVD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只好自己去寫 對沒有聽錯 RIC設計公司 自己去寫一套應用程式 其實不少見 不能說都是常態 但是它不少見 就像早期 MediaTech 是為了這件事 有寫過好幾套播放器的 因為標的的市場是沒有的 而且就是有時候 有些軟體不願意捆綁去賣 然後這個東西呢 也會出現在一些影像處理 加減密的韌體 就是這個 然後要先手機燒錄 手機燒錄也是一樣 就是說 像那個聯發客是做 手機晶片的供應商 但是手機的韌體燒錄 顯然什麼 也是要自己寫的 這也是我們在上次講座 有提到說 為什麼有那個聯發客 直接開出來 需要C-SHOP 你知道C-SHOP 跟手機的主要的軟體開發 比較沒有關係 的確有一部分的C-SHOP 是可以開發出Android的程式 畢竟那是少數 那所以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很可能就是它的燒錄軟體 是用C-SHOP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還要寫這個量產用的軟體 就是 沒有接觸過這個領域的 可能比較難想像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有一個東西叫Trust Boot 有一個叫Trusted Boot 或是叫Secure Boot 這東西這樣就是說 我讓出貨的晶片 出貨的手機 每一支手機都有獨一無二的key 注意到它會放在手機 或是晶片的某個地方 它是獨一無二的 也就是說 它可能都是同一個Intel 同樣都是MediaTech 或是高通出的晶片 但是它的key是獨一無二的 那這件事的困難在哪裡 那請問量產的時候 那個key要在什麼階段寫進去 那注意到這個key呢 它不能IC設計公司出貨的時候就寫好了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涉及到一個安全問題 就是說 相當於是IC設計公司 把這個機密都放在自己公司 所以這往往是什麼 是客戶 就是客戶跟聯發科 跟Intel買了之後 才去燒錄的 所以呢 IC設計公司要提供工具 去燒錄這個femware 去設定它的key 可以理解嗎 那這件事情難度在哪裡 因為燒錄key是一個很花時間的 那你花越長時間呢 這個量產時間會拖到 你要知道就是 那個現在有很多那種接單後生產 就是說呢 我今天接到個訂單 然後就開始大量生產 哇那個 那個需要的 需要的那個 製程的調整 需要很大的 很大的突破 所以導致的每一個關卡 就是說從這個PCBA 然後就從這個電路板那個階段 電路板上元件啊 然後到初步的測試啊 然後做很多這種組裝 所以現在來講話呢 手機呢 其實是 真的很瘋狂啊 我做一個例子啊 20年前呢 我那時候剛入行啊 剛入行去做那個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時候 那時候做PDA 就是 跟現在spot很像 只是 呃 只是沒有 通常沒有那個什麼 呃 沒有那種 3G能力 4G能力 就是通常沒有電信網路 但是你還可以加一個 加一個那個GSN的模組 就是我在20年前呢 我覺得他也在做PDA 所以PDA在某個角度其實很像 很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個smartphone 然後我們那時候做的是高檔的PDA 那一台價格都蠻高的 台幣可能是3萬塊起跳 甚至更高都有 就是你今天很難想像對不對 就是一台PDA 然後 然後 待機時間不長 連續使用只能用3個小時 你覺得搞屁啊 這東西在幹嘛 那就知道那個東西在20年前也是可以買 台幣3萬塊以上 而且不是最頂級的 頂級的更高價格都有 你可能難想像 然後那時候入行的時候呢 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遇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那時候呢 我們做一款PDA 或是做一支手機 其實那個時候呢 大概18個月 就是從公司開案 到製造量產 大量製造 18個月是會遇到的 14個月到18個月都有 那當然有比較短的 就可能有12個月 但你可以看到這個時間很長的 動輒就是12個月起跳 甚至到18個月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你看喔 現在很多支手機很狂喔 4個月 就從開案 到量產4個月 然後呢 你說以前的PDA出貨量 跟現在比 當然不同反響啦 對不對 就是現在的東西量當然是大太多了 所以你看喔 就是20年前 我們那時候做的東西是怎樣 慢慢做 真的是慢慢做喔 就是真的貨比三家 比較來比較去 然後呢 做很多報告啦 然後做很多分析 開很多會 那現在還是要開很多會 但是說真的 花在做事的時間 反而大幅縮短 但是出貨量更大 所以這導致呢 RIC設計公司必須做了很多 原本客戶做的事情 我跟你講喔 就你可能今天很難想像 20年前我們開發PDA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軟體的範圍有多大 比方說Bootloader Bootloader Bootloader Bootloader那時候是自己寫的 你今天覺得很 你覺得 對就是這個字 Bootloader 你會覺得是天方夜談 但是注意到20年前呢 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呢 還沒有 聯發科還沒有那個 大紅大指的那個年代 其實很多時候呢 都靠 就是其實 是做 做那個 硬體的廠商 去寫Bootloader 那現在來講 就不一樣 現在就是 IC設計公司 都會把這種Bootloader 就IC設計公司 會提供Bootloader 也會提供Bootloader 甚至第二個Bootloader 有必要的話 第三個Bootloader 就給你 就取決於你的設計複雜度 但是注意到 在20年前呢 Bootloader是要自己寫的 這是一個 然後呢 甚至連那個Toolchain 對不對 連Toolchain都要自己去準備 這東西不難理解吧 因為我們是從什麼 從晶片公司買了什麼 買了 買了微處理器 那它的Toolchain呢 你可以 如果你用OpenSource 就要用OpenSource 那如果不是OpenSource的話 你就要自己去買 購買相關的 就不是整套式的購買 所以注意到呢 這20年間呢 給我很大很大的感觸 就是以前 開發的產品很長時間 就是18個月其實是 你不能說久啊 它不是 它不是最長的狀況 更長的都有 我們會遇過兩年的 遇到那種 主管都被拔掉好幾次那種 就是當你知道 就是 兩年就是真的是 很特別安定 但是不少見 好 那所以你看 在以前那個年代 其實說真的很多 系統軟體廠商 它是 系統廠商是自己做完的 就是剛剛講的 Brother啦 那些Toolchain啊 甚至那些上面的那些 測試是自己做的 就品牌公司 硬體公司自己做 那現在來講的話 很多工作是頒給 IC設計公司去做 然後注意到呢 像那個Trusted Boots 那會讓這件事更複雜 因為它需要一環 接著一環 然後比方說從Brother 從第一個Brother 到第二個Brother 第二個Brother 到Linux Linux到Root 5 System Root 5 System到特定的程式 然後可能還會搭配一些 安全晶片 好 然後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 比方說呢 像那個比特幣的礦機 你知道比特幣的礦機 一般來說它是一個ASIC 那或是一些特別的晶片 它也是IC設計公司的涵蓋 而且這樣IC設計公司呢 它很可能用最新的製程 比方說呢 這個比 在 在三年前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公司 在用7奈米製程 很多公司在觀望 巴尼電巴克在內 很多公司在觀望的時候呢 比特幣礦機的公司 設計比特機 比特幣礦機的那個晶片的公司 就已經用7奈米製程了 那用7奈米製程呢 為什麼是一個必要的 因為 月薪的製程往往怎樣 這表示它的那個效率 有機會做更大的提升 那你也知道 就是比特幣的那個礦機 它就是比誰的效率高 效率越高呢 就可以拿 有機會挖到更多的礦 然後呢 你要知道就是呢 在那個中國 中國在2021年呢 跟前年都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政策在宣布 簡單就是說 就這麼不希望 民間挖礦 但是你要注意看那個新聞稿 他說他不想要你用4電來挖礦 所以呢 比特幣呢一直到今天 都可以在中國境內挖的 只是呢 你不准用4電 就是你不准用電網裡面的電 那你說不用電網裡面的電怎麼用呢 四川不是那種三明水袖 對吧 四川裡面有很多山 有很多水 這個三明水袖的地方呢 其實很適合水力發電 那水力發電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水力發電呢 它並沒辦法24小時都有水 它20小時都有水 但是不是20小時都適合發電 這兩件事嘛 所以呢 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它發電的時候呢 會產生很多電 但是呢 電網不見得可以把這些電都 都對外輸送 所以一定會有剩下的電 所以這種剩下的電呢 就拿來做挖礦 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川的 有很多比特幣礦機 那同樣的狀況呢 在內蒙古也遇到 內蒙古你知道 內蒙古有很多煤礦 那內蒙古這些煤礦呢 也很有意思 就是說呢 早些呢 在差不多18年前吧 那時候就有三西煤老闆 三西 我的學生呢 有幾個是煤二代 就這種三西煤老闆 那這個 簡單說呢 十幾年前呢 你也知道呢 開發中國家 不然台灣以前也是 台灣以前還是開發中國家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破壞自然環境 然後呢 現在中國呢 賺錢方式就是破壞自然環境 所以像那個三西 三西呢 在十幾年前呢 就搞了這個東西吧 就是挖了這個礦 然後那個 然後就有很多煤老闆 所以那個 你知道為什麼那個空氣味那麼差 就是大家那個藍煤 然後呢 三西的礦呢 後來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自己去查 就是簡單說 三西呢 有很多管制 而且它自己的礦產 有一些問題 就是沒辦法像以前那種 品質好 又量又大 現在量還是很大 但是它的品質 沒有像過去那麼好 然後呢 那內蒙古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 還是有礦 而且管制比較少 就是內蒙古你知道嗎 然後呢 像我之前就有去關 去內蒙古的礦場 就是有很多礦吧 煤礦的 煤礦場 跟 比特幣挖礦場 礦場 兩個 所以那時候呢 就是因為 內蒙古的礦 煤礦很便宜 就是因為有些原因它很便宜 然後所以導致呢 這個用藍煤發電呢 剩餘的電也可以拿去挖比特幣 所以在四川 在那個 內蒙古 那你說這個東西跟埃西斯基金有沒有關係 有 那你知道 在那個四川 四川是一個高 就是它是在山裡面 我們講的不是重慶 不是講成都 不是講宜兵 不是講這些大都市 是講那些山區 對 顯然是水利發電是那些山區 山區的濕度很高 而且溫差很大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那種 就是你現在是在一座山 就真的是從那個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地方 設立不同的站 那不同的就是設定不同的站 這些站因為你是拿魚電 就是那個發電池剩下的魚電 來做什麼 來做挖礦 所以做這個礦氣很難 就是你想你的IC 要能夠承受高濕度 而且溫差很大 溫差可以多大呢 跟你們說參考 我不能講缺缺數字 就是它最高有可能到75度 因為它是放在水力發電的電廠裡面 然後低溫的時候 也可以到負的 所以你看 就是你對IC有點概念 就是要能夠容忍那麼大的溫 溫度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它需要監控軟體 所以做礦機其實很多軟體 要做監控 很多都不知道這件事 然後再講一個更酷的事情 你絕對不知道的 這也是我朋友在做礦機 我分享的 你看這個東西叫什麼 數媒拍 你們看這個 數媒拍 然後數媒拍 然後你知道這個東西 它的出貨量已經破千萬 就是數媒拍從10年前 一直到現在 它出貨量破千萬 然後有一部分的出貨量 就是為了礦機 對你沒有聽錯 礦機 你大概猜出來 這有什麼觀點 礦機裡面有的 因為我們剛講的那個IC 是一些特製IC 就所謂的ASIC 那ASIC可能要容忍剛才的範圍 然後再來是你要用這種晶片 所以像我2013年去拜訪中國的朋友 然後去演講 然後拜訪中國的朋友 他們就一直 他們很考完 就畫他們有那個那種 那個礦 就是那個不是幣圈 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比特幣圈的 就很多人就是搞這個數媒拍 而且他們一買很誇張 一買都不是買個幾十片 不是他們是買幾千片 因為它的礦機就是用數媒拍在播管理的 很酷吧 最酷的地方是什麼 它需要大量的軟體開發人員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還蠻難的 你要去做溫度監控 你要做預測 甚至要去判斷說 現在挖裡面的效率 現在做的比較好 甚至是什麼 就是比特幣 還有以太幣的礦機 還會去它叫Portfolio 就是確保說 它的那個整體的耗電 電耗下去之後 它的效率最高 所以最常裡面也是要軟體的 所以千萬不要有礦機 所以像那個什麼比特大陸 什麼鬼的 那個東西那個需求真的很驚人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有很多寫軟體的機會 好 然後 你有沒有這樣結束 沒有 然後再來什麼 就是你想 IC要賣到世界各地 IC賣到世界各地 那遇到一個困難是 如果IC有問題 如果手機IC有問題 你還可以叫 請用DHL 對不對 用快遞 寄從那個南美洲 從那個 滴滴卡卡湖對不對 從那個世界最高的淡水湖 幹嘛 寄 寄手機回來 這還可以 但是如果是一台電視機呢 你用一台電視機賣到巴西 亞馬遜的從裡面 然後那個滴滴卡湖 然後 寄到在莫山比克 他們都需要看電視的需求 對吧 那可是如果電視壞掉 或是裡面的軟體要debug 那請問 你是把公司派到那些滴滴卡湖 派到亞馬遜叢林 派到莫山比克 博士吧 所以 這就是一個難處 所以通常要做一些額外軟體 就是想辦法寫軟 遠端監控 而且你要知道這件事 這個遠端監控的是 迫切需求 尤其做消費性電視產品 一定要做 因為不做的話 你連LOG都拿不到 對吧 所以這個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 那這個也是需要大量的軟體 人才 就是說 我當然就是 怎麼去突破防火牆 這個有很多know-how 我沒有要跟你講太多 不是機密 對吧 這個 這是很常見 不要說那個 不要stump 防火牆 這是勞梗 所以勞梗可以講 這已經不是機密 連專利都過期了 就是像這種 穿越防火牆 這種東西很多 所以注意當然 這些公司其實都要搞定 或多或少都要搞定 那種穿越防火牆 所以 你要知道就是 要寫很多軟體 知道嗎 其實不是只是設計IC 設計IC只是個起點 不過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從Fernware Device Softestack 然後到這個 Manufacturing Tool 這都是上 上百上千人 一個再小的軟體 IC設計公司 其實都還是要養 畫面中這些的一部分 那當然像大一點公司 像聯發客 這些都要做 而且還沒有 你還因為這樣結束 沒有 比方說他對金融對手工 是做逆向工程 那你說這個東西 跟軟體有沒有開發有關 有啊 你想一件事 假設今天有兩支手機 兩支手機 假設這一支叫iPhone 它是賣iPhone 不是耶 它是妹族耶 你看喔 上面寫妹族 對不對 所以假設一支手機叫妹族 一支手機叫聯發科 然後呢 這兩家 這兩個 就可能都用各式的晶片 那你看喔 今天來講 這個OPPO 跟這個妹族 對不對 他可能是用不同的晶片 也可能用同一款 但是呢 最後呢 在市場上呢 可能怎樣 得到不同的Benchmark 好 那尤其在Android世界 你也知道嘛 Android世界 其實說真的 也沒什麼key location 所以大家其實都要做那些安兔兔 做那些項目的評比 所以這時候就困難 就是幹嘛 要去在對方的手機上 進對手工事上 去找出 為什麼人家跑安兔兔 跑特定城市跑得比較快 搞出原因 那你要注意到 有時候會得到一些 以下不能講的東西 就是一些商業機密 就是安兔兔 或者某些城市 其實它不是那麼客觀 它在某些手機 或是某些晶片 或是某些狀況下 它會故意給比較低的值 所以它這不全然是機密 就是你用一些關鍵字 去找安兔兔爭議 這種話去找 然後網上的討論 有一半是對的 可能有一半是對的 就是我跟人家講 哪一則是對的 因為那是機密 那就說 這個其實也需要軟體 而且這個軟體開發很有趣 你需要懂的東西 你需要懂處理器 你需要懂Android的底層 你要證明 它這個安兔兔有瑕疵 那你要懂逆向工程 所以你要什麼虛擬機器 攪拍的你要熟 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 你要搞懂什麼 因為它的城市本身 可能是一個遊戲軟體 但是在聯發課的晶片 跑得不順 在高中跑得比較順 所以是不是要了解 那個遊戲的引擎是怎麼開發的 所以你對電腦圖學還要略懂 或者它在網路傳輸會比較慢 所以你懂嗎 就是這個功能要走好很多事情 這樣子結束 沒有 還有質詢安全 所以你看到 IC設計公司來講 它其實肩負了很多客戶的機密 所以它有責任 有義務 去對客戶的機密做什麼 去做處置 所以它其實要很高的強度 甚至如果你有在這些公司待過的話 你有聽過的話 你會遇到很酷的事情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那個 你看喔 就是你的手機 然後用個USB USB線 然後把這個線插進你的什麼 PC上 然後開什麼 開分享對不對 開那個 Messdodge的分享 就是你知道Android手機不是連 連上去的時候可以分享裡面的照片 然後這個東西呢 一分享的時候呢 那個網管就打電話給你 說 喔 你為什麼帶自己的手機來上班 你為什麼拿你的手機接到公司的電腦 喔 不行喔 對 不行 那這個公司的規定 請看第13者的第6款 第6個條款 那就是不行 然後而且呢 公司的 在某些公司 你連公司的那個電腦裡面 文件讀了多少次 都要被記錄 喔 這不是什麼天方夜台 那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喔 注意到很多公司就提供這種方案 就是說 這個 監控軟體 這個監控程度很高了 好 那所以呢 你以為這樣結束了 沒有 甚至呢 像我在去年 去年幫 呃 國家做了一些 這不能講 就是 但是過一段時間可以講 就是 就是 我幫國家做了一件事 那這件事就是 就是 涉及到跟那種 跟一些經濟有關的事情 然後呢 我去開那種會議的時候 很可怕 就是 我帶什麼設備都要申報 然後呢 手機呢 當然也要申報 申報完還要寫 是不是中國的手機 對 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 然後呢 裡面就有很多干擾設備 就是 簡單說 讓你的手機不能上網 干擾 然後 那這個東西呢 注意到 在很多IC設計公司裡面 都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聽過那些什麼聯發 大個台積電啊 其實都有 那這些東西都是資訊服務的一環 然後呢 做控管 這些是 資訊安全控管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還有教訓練 就是說 因為有些客戶 就是有些客戶 他不願意買某些昂貴軟體 但是你還這樣做某些事 所以這很難 為什麼他被歸類成教育訓練 你說 這不是做壞事嗎 但是 教他怎麼做壞 教他怎麼繞過這個限制 也是訓練 都東西上 所以 這個東西呢 很驚人 你要想看喔 聯發科 一萬五千人 有多少軟體的人 多的是 所以注意到呢 你想 這麼多需求 有沒有要歸納出 常避考題 有沒有歸納出 常見題目 不行 但是呢 我不這樣寫 你就不會看 對吧 我說直播啦 直播不這樣寫 你就不會看 我客人不這樣安排 你就不會看 所以 你真的要搞清楚 為什麼勤收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搞不清楚 他那個職務 到底是需求什麼 那你就擺準備了 所以等於是嗎 假如你從來一直看這個 你可能從來就搞不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麼職業 什麼產品線 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 情報收集很重要 甚至必要的話 主動去問 到底 就是在面試的場合 問說 在你這個 面試的場合 就是說 你們在意什麼 通常呢 有時候不會直接講 所以你要怎麼說呢 就是 比方說 你就講幾個點 講幾個點 就是跟公司有關的幾個點 比方說公司 你猜他跟那個 無線通訊有關 所以可能 主管多問一些無線通訊的東西 你自己有可能有些作品 跟無線通訊有關 人家圍繞在這個題目上 然後就 人家問說 請問我們 這個 請問如果以後有機會到貴公司 是否我有機會 繼續投入這個 無線網路 因為我在碩士班 我在大學部 上了這些課 我真的覺得 我想要做無線通訊 我就發現這個主題很有趣 類似的話 就是 尤其你這個學生 其實多問沒關係 因為 人家其實假設你對產業認知很有限 好 我們終於要看的題目了 這樣 回答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同學們的問題 有沒有問題 草弊 對 草弊很重要 好 對 這個燒路問題 千萬不要小看 燒路問題真的很困難 這個挖礦 當然要懂啦 同學 你靠你的死薪水 你要賺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該下 該草弊就要去草弊 該挖礦就要去挖礦 對不對 比方說 八年前 叫你挖礦就要去挖礦 對不對 八年前已經看到比特幣了 八年前台灣的新聞 你自己看 八年前我查過了 台灣的新聞就開始爆比特幣了 你有沒有挖礦 以前一個月 一個月大概就可以挖了 大概兩枚 比特幣 在那八年前 就是一兩枚挖得到 就是整天開著 是挖得到的 你看 那草弊什麼時候草弊呢 草弊呢 四年前 台灣的媒體就草弊了 但是 但是你看 你學了密碼學 你學了電腦科學 但是看到這東西 你學了密碼學 你賺到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工程師 這方面其實還蠻悲哀的 就是 對不對 就是被動人家給錢 對不對 所以說明一下主動 而且說真的 就是 我不是說 每個工程師都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說真的 這就是籌碼 對不對 就是你看 就是 你隱約發現這個時代的改變的時候 你投一點錢 像說真的 我後來開公司的錢 也是炒幣來的 就是那個 買了一檔那個加密貨幣 然後就漲了13倍 然後就拿這個錢 來投入 去開公司 所以說真的 他讓我人生有些機會 不見得我為什麼成功 但是就是說 他讓我可以想別的事情 不用永遠在為了無動力走 這樣 IOTA也有 然後那個 那個 我IOTA跟 內容我都有買 SRB 好 拉回來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同學們的 或是一些網友們的那些 經驗 然後最後在這裡面經驗 我就挑幾個東西來講 好 首先你看這個人很有趣 就是 一個 也是我的 一個朋友 然後這個 這個朋友呢 其實蠻有趣的 很有誠意 那 我還跟他共識過 就是在同一家公司合作過 然後呢 我想他的這個經驗還蠻重要的 我想這個很多人 尤其看這個直播 學生還好 我就是看這個直播的 看 注意到我這個課程的人了 其實 或多或少 就會跟我聊天 好 我也歡迎你跟我聊天 然後 其實蠻多人就這樣困擾 就是在不同規模的 千人的 然後到十人規模的公司都待過 那我自己的話是從 一人公司到萬人公司 我也待過 那 但是說真的就會有這種流浪 就是 這種流浪感覺 因為有時候 大公司會有大公司的限制 那小公司會有小公司的機會 但是這個 畢竟 也沒什麼完美的 那 所以都是在流浪 好 然後呢 我欣賞他的一點就是 他花了很多時間去重新看著自己 那他現在在去Google 所以我們就講Google好了 因為這邊很多公司 我沒有什麼接觸啦 所以我也沒有要跟你講太多 好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Google呢 Google最近開了很多直播 來來來 我們來看看啊 Google 不是 他最近在投論文 一直 一直在找那個 我其實我一年呢 就是只寫一篇 只寫一兩篇論文 但是還是做得很辛苦 好 然後你看到 這個 你看 開了45個Job 而且如果說呢 你願意去 英國 或是去新加坡的話呢 機會就會更大 然後你看到 就是 這個 這種是做BD的 然後你可以先不管他 說Sales不用管 然後你看到 Engineering 其實Engineering 其實職員還是很多的 注意到呢 就是說 你不要只看台灣啦 就是順便連那個 連那個剛才講過 英國的啦 然後那個 新加坡的 你看看 因為 因為蠻多主管是同一個 然後你看喔 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好 你看 Chrome OS 然後 這個是跟那個 跟他Partner有關的 然後就是Hawai Partner Service 好 所以 所以你看 但注意到這個是寫軟體啦 這也是軟體開發的 然後Chrome OS 再來是 又是Chrome OS 然後跟 Camera 再來的呢 還有什麼呢 你看 好酷喔對不對 這個什麼 光鮮網路的耶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個職學要求更高 Home Automation 就Google Nest 所以其實說真的喔 對台灣的機會很大 因為你看到這些職學說真的 雖然他還是會考低 他還是會出Leak Code 但是呢 Leak Code的比重呢 其實低很多 更多的時候是對 對硬體啦 對這個系統整合 的認識 你不記得一定要有 硬體的經驗 但是 你知道一些基本概念 比方說這個基本的氛圍啦 基本的那個OTA 分位 Over the Air FOTA 就是你有這個基本概念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說這個職學就是鎖定台灣人 鎖定台灣人 好 然後呢 這個什麼職業 好 再來這個 這個是台北市 所以台北市一般還有開很多職學 總共開很多啊 對不對 你看 連那個什麼CPU都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 這新北市也算 我剛剛按錯了 我感謝網友的補充 所以你看Google開這麼多職學啊 對不對 開這麼多職學 為什麼我就補他 而且你想 如果你是學生 你就每天盯著他 好嗎 每天盯著他 他你有什麼需求 你就針對他需求去上課 針對需求去思考 對不對 你一定有機會 因為現在Google要的就不是那種 通用型人才 對不對 他就是很 在台灣邀的就是 目標導向就是要懂這些東西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就是呢 你看哦 他是六關 那六關裡面呢 你看第一關 Coding Test 然後 注意到 即便是Google 出題呢 其實怎樣 其實都是出 出單純的 就是說呢 不是說簡單的嘛 就是一定是出一個 好講的 因為你想啊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因為 這個工作呢 其實有蠻多是需要硬體的知識 然後呢 所以這個需要硬體的知識 說真的不太可能 出一些那種hard 因為你知道有些hard 比方說那個在那個 在 嗯 LeakCode裡面呢 有一些是需要圖片的 比方說那個 比方說那個 裡面有一題是那個吧 那個 迷宮題 像那個迷宮題呢 要被出的機會就低 但是注意到 有些公司很喜歡出這種怪怪題目 比方說Buy Dance 因為Buy Dance你也知道嗎 就是最近搞了很多錢 欸這個還了 我們先跳過來 先跳過來 不行 對 一定要登附近 好 然後呢 像那個Buy Dance呢 因為 因為一些 啊對 這就是 就是鎖住 反正就 就這個 像這種題目呢 它其實是 欸 我想看 有翻譯對不對 啊 對對對 可以看比較翻譯 這不見得要花錢買 這題呢 對 這個 像這題呢 在台灣的Google就比較不好出 因為它要給圖 那你也知道就是 呃 在那個Interview過程中啊 有時候要給圖的 就是不好出 因為 涉及到那個 呃 就是 講解題目要講很久 對不對 那這樣子 你知道 你想看喔 Google台灣有很多人是最近才加入Google 好 那其實很多人他的英語 其實他沒那麼流利 好 就是說 其實他能夠加入Google的 應該英語都不差 但是問題是沒有辦法那麼流利 那你想一件事喔 你要把這個題目 很流利的講完 要花多少時間 如果你講解題目需要講了大概 五分鐘以上 那是有危險的 因為一次的Interview 可能就四十 四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 那你講解一題就花了五分鐘 對吧 那你覺得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出這種題目 對不對 這題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這麻煩是 講又要講得久 又要給圖 而且範例又多 對不對 還有這個這個 說明就多 所以多半的時候呢 這種題目是不會出的 就是 比較不容易在Google台灣出現 那反過來說有些題目呢 他的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他的好處就是 他的比較短 就這樣一些 裡面有設計到一些 B-wise的處理 然後說那個LeakCode有一個像 Power of 4 像那個LeakCode裡面 Power of 4 像這個題目呢 就很好出 所以 我不是說這個 這個是什麼必考題 但是就是說 因為考慮到台灣的狀況 因為 在台灣那個職缺 其實很多是要搞硬體的 台灣的職缺是要什麼 是要 對這種系統整個 對Embedio有關的 所以你看 這個題目就很好出對不對 就算你英文在廢 對不對 你照著LeakCode 念一次就也可以 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直接寫 什麼 Please Implement Power of 4 對不對 就是你先不管文法對不對 就是 就是即便 出個這樣的題目 也可以 所以就這樣 像這種好念的題目 說真的在台灣 在台灣Google 其實還蠻容易遇到的 然後呢 你也不用太 就是台灣Google 其實真的有蠻多那種Easy的 但是Easy要答得好 不容易 所以我其實強烈建議說 你如果目標是Google台灣 如果時間很短 不要花太多在密點 就主要是在Easy 也不要拼題數多 其實就是一題 就是你看一個題目像這種短的 你可不可以很短的時間回答 你就練 很短的時間一邊寫程式 一邊打 這個不容易大家要練 然後再來是什麼 它會有一些相關題 當然就要看你那個 你什麼等級 然後有時候有些題目是不開放的 為什麼剛才猶豫 因為就是不想要看到 看到 訂閱的帳號 好 那所以你看 像這個來講的話 你就順便看 就是看的時候 Media一起搭配看 就是說它搭配什麼樣的題目 然後注意到這上面的數字呢 請供參考 所以你也沒有太明顯 那上面數字 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有些題目 像這個 像這個題目就 這個題目就很有趣 它一樣也是很好念 很好問 所以就是 比方說去問什麼 問說 給定一個數字裡面 有多少個E 好 然後你看到 這東西就很好念對不對 這個很好念 但是這個東西很值 就是它在問的時候 其實蠻好的 為什麼說蠻好的 因為 其實它背後的涉及到另外一個 資訊叫什麼 叫harming weights 然後呢 如果你對通訊有一點概念的話 像harming distance harming weights 或是那種 就是整個 就是那個 Lichal Harming 它花了很大的一期去研究這種 在傳輸過程中的數字的變化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像這個錯誤的修正 或者說提升那個通訊的效率 其實這兩件事是一樣的 就是 降低通訊過程的錯誤 跟提升整體的效率 其實這是一體兩面 那 像這個 這個東西很有幫助 而且 這題你看 這題最棒的地方是什麼 就很好念啊對不對 因為 就是 你就算不講英文好了 你就算不講英文 你就是 就是什麼 你就是複製說 N N是這個值 RPUT是3 然後 叫你 叫你寫說 這東西規定在哪裡 哦 就是因為有三個E 然後 但是這件事難在哪裡 這件事呢 難在說呢 它有很多變化 它的變化方式有好幾種 例如說呢 呃 對不起 就是 例如說呢 這個東西呢 你看 就是 一樣 所以最好 不要衝提數多 因為說真的 因為說真的 太多人都可以怎樣 太多人都可以 寫出程式嘛 但是我們 重點是吧 你可不可以寫出好的程式 而且在當下 是有人要互共的 所以 比方說像畫面中這個是一種實作方式 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講 指出一個 一個數值 比方說用32人去表達 重點有幾個E 那畫面中呢 顯然是一種 一種解答 就是說呢 他就是去除嘛 對不對 就是他就是 呃 我每次幹嘛 我就是去 去除 除二 我就每個bit 我取出每個bit 然後去除 除二 看他剩下是多少 好 但是呢 這樣實作呢 說呢 如果你是比較底層的那個程式嘛 就是說如果是Google職缺 而且是氛圍有關的 embedded有關的職缺 這個 這樣的程式呢 其實寫出來很差 首先呢 是這個 對二取餘數 判斷他是不是一 所以這個其實是多做的 因為這件事很 很單純 你只用 用一個operator就可以做 你看 你今天是兩個operator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modular 一個是compare 尤其modular modular其實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operator 所以 很多時候我們會去避免用modular 你說這東西可以替換的是什麼 這東西太好替換啊 對不對 你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 and運算就好啦 對不對 你就是一個什麼 對 一一去做and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寫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討罵 對不對 就是 就是討人罵 對不對 然後 好 好 那所以你看 像這樣的實作呢 就不恰當 注意到 他不恰當不是說 這個人寫不好 他願意跟大家分享這好事 但是問題是 我們今天這個職業就是embed it embed it embed it來講的話 我們會在意的是效率 我們會在意是他的什麼 是他的這種 考慮到他的寫程式的有效 就不是efficient 就是effective 就是你寫程式它會作用 那明明可以用一個operator做 你幹嘛用兩個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討罵的點 第二個討罵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既然這個職權是embed it有關的 那除了每一個bit 逐一的去除以外 有沒有更 更符合硬體思維的解法 比方說 你可能知道一個東西叫population count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是intel有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很好玩 我們直接找中文來 好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很好玩 這個就是population count 那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可以直接呢 給你一個數值 直接跟你回傳 回傳什麼 回傳裡面有幾個e 你說這不就是答案了嗎 對 但是你說 那這題要怎麼回答呢 你看這個很有趣 就是呢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種題目 而且人家就直接把harming weight跟講 然後這個又是在embed it直缺 那你說 而且當然前提是你剛好又知道這東西 你說呢 如果呢 如果呢我可以用組合園寫的話 那我用一行inline assembly 就是寫什麼 寫這個population count 就完成了 那當然 很可能您要的不是這個解法 那所以我就提供其他解法 那你看到 或是說呢 你要注意到 第一個要先去聽 人家要不要這個解法 這蠻重要的 所以就是 先問說 我可不可以用inline assembly 我可不可以用intel的處理器 就是我可不可以答題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用 針對intel處理器 用那個inline assembly 我只用population count 那這個是sse 4.1以後加入的這個指令 那這個 所以你看到 剛才那個問題呢 一個指令就會完成 換個角度想 為什麼cpu要加這樣的指令 一定它有應用場景 所以注意到 如果你已經講到population count 你就好休有懲處 告訴人家 這東西呢 其實在什麼場域是用得到的 所以這個population count 在什麼場域用得到呢 在什麼場域用得到呢 來看到 在那個 那個 嗯 population count 喔 這東西好玩啊 好 就是在那個 我先看啊 我們之後 就整理過 這個population count 所以 既然呢 你會提供這樣的一個 cpu會提供這樣的指令呢 它就是有它的應用 所以我們就去看看 就是它的 就是 呃 等一下 就是這 我先看啊 直接翻一下 之前學生的寫的筆記好了 所以你不知道的時候 就可以找那個hacknd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呢 就是 在我們 我先看啊 應用 應用 好 這裡 就是你可以找一下這個 之前我們學生的作業 然後呢 就是因為cpu呢 提供這樣的指令呢 一定有它的用途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 HW weight 就是 就是 哈密 就哈密 所以呢 其實你最簡單回答方式 就是用那個 通訊的方式 就是通訊的來做 然後再次 如果你講linus kernel的例子呢 就是在linus kernel裡面 會有那個做bmap的操作 那bmap的操作呢 你可以用畫面中 這 這 這幾個 這幾個案例去做探討 好 那所以呢 請你注意到就是說 這個就屬於任何嗎 你已經有凶的懲罰 你知道是什麼 那這樣就有好處是什麼 人家明明就是要問你 也算好問題 但是你可以引導到你熟悉的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熟悉了 或是呢 你當下能夠很快拿出來 最好是紙張拿出來 就是 其實我之前有剛好 我的什麼 我剛好有一篇報告 在做這件事 就是你要有凶穩乘處的拿出來 這是很ok的 好 但是呢 這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時候人家要問的 不是問這個 是說呢 你看我剛才講這個東西討罵 討罵就是什麼 明明用一個operator 就可以搞定東西 你用兩個 然後再來什麼 人家就接向問說 有沒有辦法 不要用回圈 喔 注意到 不要用回圈呢 這個題目呢 其實就很經典 就是說 它是可以改的 但是不容易改 好 直接來給你看 會怎麼寫 它寫出來的東西呢 會跟你想像中的差很多 就是 比方說會寫出這樣的東西 就是這樣 就的確它沒有回圈 然後呢 就遇到一個很討厭的問題 就是說 叫你憑空寫出這段程式碼 說真的 不要說你啊 我很多人的經驗會寫不出來 就是這段程式呢 其實你不需要 從到底去自幹出這樣的程式碼 首先呢 如果人家真的要求你說呢 不要用回圈 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 多半的就是未雲甩關 因為不用回圈的話 多半的時候呢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 像這種操作 它是那種 bit的操作 所以你就需要 它一定是需要bwise的操作 而且重點是吧 你會需要特定的bit mask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話呢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 你在你寫出真正的 完整的程式碼之前 你可以去 列出幾個特別的bit mask 比方說 55 你看到55 還有AA 55AA 0F 這些mask都很有趣 你看到55是什麼 hex的5 hex的5呢 這個東西有趣的是什麼呢 它對應到2進位 會長什麼樣呢 這個 2進位是101 那如果是55呢 這什麼爛東西啊 天啊 該不會要這樣子打吧 好 你看到 如果是55的話呢 你看到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55來來來來來 看到 55的東西來講話呢 它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它是101 所以你看到 我們其實這個題目來講的話呢 你不 你其實不需要 寫出完整程式 就算如果是我面試你的話 我也不期望你寫出完整程式 但我希望說 聽到你的思維 好 你看到我們今天這個 population count 最主要做的事情是 最主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知道 每個 就是給電數值裡面 它的1的總和 所以 我們最 直觀的想法 是我找一個 我見個回圈 一個bit 接著一個bit去哪 去追逐 去幹嘛 去統計 就像剛才那個 剛才我雖然講討罵 對 就剛才那個 上面那個 就是討罵的東西 這個討罵 但是它直觀 好 但是你要注意到什麼東西呢 就是 如果今天要改成 沒有回圈的方式 那你就要勝選 bit mask 那所以你看 像這個55這個mask很好 因為它其實它挑出什麼 它是挑出進的E 所以如果你對 原本一個詞叫N 那你對這個bit mask 去做運算完 你就得到什麼 你就得到 基數位的 的E 然後呢 再來是你會看到 你看喔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畫面中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33 33的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33 55跟33 33呢 是什麼東西呢 33呢 是110011 而且呢 如果是333 333跟33 所以你看喔 這個其實它就要考你這個 對16經 對二經文的認知 333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它一定是兩個1 兩個0 兩個1 兩個1 然後呢 所以它的間隔是什麼 它是 間隔兩個0 好 所以你看喔 這東西呢 跟55呢 55呢 跟33 好 來重新看一下喔 55是長一樣 好 55呢 是什麼 是 間隔一個 就是一個1 一個0 好 然後呢 有趣的事要發生的喔 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呢 要設計一個 bit mask 那這個bit mask呢 讓我們最主要目的是 要找出 就是我做完這個運算之後呢 我去過濾出 比方說我想過濾出 奇數位 偶數位 然後呢 就是因為 在你去做這個 所以你看喔 我一定是去and 某一個bit mask 所以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去看條的間隔 你看一開始是0 0 10 然後後來是1100 那你開始猜 0f 0f 會得到什麼東西 這東西來猜看看喔 好 0f 05 誒是什麼 1111 00 好 所以你看喔 這件事就很有趣了 就是我們其實從頭代表在幹嘛 在調它的間隔 所以最重要呢 以這題來說的話呢 其實 你真的不需要 一開始就把程式碼自幹完 這其實真的不必要 而且如果一開始自幹完 至少我就會懷疑你是用背答案的 但是呢 如果說你可以觀察 告訴我說今天這個思維 因為你不准用那個 不准用那個回圈 所以你勢必用bit mask 那所以你的邏輯在哪裡 就是說因為我 我就是要設計個過濾區 我一開始是10 1100 111100 所以我用這樣一個bit mask 然後這個bit mask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搭 我這邊做這個end操作 然後隨便做這個位移 然後呢 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也不是一開始就會 就是你會有這樣的bit mask 然後呢 更好用的是什麼呢 你就是從更簡單的方法去開始吸血 以這個八位人來講話 你就是考慮5533 INF 好 那這樣的題目呢 其實還蠻多的 population count有關的 會像什麼呢 比方說呢 你去 呃 判斷說它的這個 開頭0跟結尾0 所以比方說你看喔 count0 然後呢 by's的那個 操作來講話呢 其實是可以用 比方說用這樣做 好 我們有個講錯的 就專門講這個數值系統 by's操作跟複點數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coz的話 像這個 就是 這是 這是其中一個操作 但是我們還可以 還可以再改成 這邊還是需要 這邊還是需要那個 就是 這邊的話就是 不用回圈 但是你還需要 需要if else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也用到什麼 它就是用到bit max 而且它是二分搜尋 就是 這個count0 它的動機是什麼 它的動機就是 找出開頭的 這個 找出開頭的 開頭的0 這個 就是 從最高位 最高位開始算 然後 從最高位開始算 開頭有幾個0 好 那所以呢 你要注意到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像這個題目來講話 就是 如果你對硬體有知識 是應該要是 要把它展現出來 那 這題呢 雖然它被歸列成easy 但是其實說真的 打起來真的蠻困難的 對不對 就是說你看喔 從一開始最討人罵的 沒有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看你版本 然後呢 要演化成 演化成這樣 到這樣 其實就很大的差別 就是你要知道什麼 你要知道bys的操作 而且說真的 你照剛才那個方式 去講 這個東西的原理 跟寫出程式碼 說真的時間過得快 所以這次為什麼 我之前有要求學員去錄影 你不要小看這些事喔 你看我剛剛講解的時候 我就跳中跳西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講解的時候 跳中跳西比較快 但是說真的 你要完整回答 我相信十分鐘就過去了 什麼叫完整回答 就從硬體的population counts 然後到整個思維 就是去簡化 甚至講出相關的CEO自己 其實這東西是 是有時間差的 注意到 再提醒大家 interview其實不是叫你兩手碰碰去參加 其實你是可以適度拿出資料 但是要超快 不能說讓我找一找不行 就是bys 一拿就是這樣 這個bys的什麼什麼 然後你可以假借說 剛好我之前做過報告 如果說你有上過我的課更容易 因為我每個作業 就跟這東西有關 然後我這幾年上課也是一直在預測 一直在暗示公司在可以出這些題目 我這幾年出作業的時候 都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我除了從力扣去出題 去改題以外 還要求學員去回答 用不同方式去回答 然後這更會不會要是 還把它應用情形講出來 所以某個角度來講 如果interviewer有在看我的講座 看我學生的東西 看我跟我學生整理的東西的話 會發現面數比較容易 就是把我以前的東西拿出來出就好 那的確這件事也發生過幾次 那我就希望這樣的經驗可以再擴充 所以你看到 剛才那個Luchia 回到剛才Luchia講的 再次感謝Luchia的貢獻 Luchia其實 你可以看到說什麼 其實說真的出不多 第一關你看 其實變形體出不多 他雖然沒有具體講哪一題 因為有保密合約 不管大家猜出來 跟bys有關的就那些題目 所以注意到在提醒大家 你寫題的時候 相關的一起看 相關的題目一起看 然後你要怎麼知道自己呢 是不是真的懂 就是你可不可以寫程式 沒有寫完整程式 就是有時候你去參加一些公司 面試的時候很無聊 你就可以做這種練習 就是最重要 我不是說叫你上班偷懶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就是不要說 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你跟我說10點要開會 結果偷到10點半來開會 你知道嗎 就是有時候不是你的錯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拖時間 對不對 然後不然就是公司開會 然後一直要等某某人的指示 然後大家就一直不能下決定 那不能下決定還開個屁 對不對 對不起 所以這時候你就有正當理由 拿出白紙 注意到一定要是白紙 一定是要白紙 後面不能寫字 就是一定要拿白紙幹嘛 寫點字也可以 就是不相關的東西 然後就幹嘛 就是紙上練習寫詞 這蠻重要的 就是善用開會時間 因為真的很多人就是自己有認知到 你為什麼晚上還參加這個講座 就是你知道你的限制 你知道你的公司發展有限 這OK 因為你對公司已經有盡了你的責任 如果有的話 應該多數都有 那所以接著人家去想就是說 你會成長 但是公司很可能在某個地方 已經遇到瓶頸了 你已經發現了 或是說公司沒有這個瓶頸 但是公司沒有你的位置 這也是一個很顯著的事實 就是公司在成長 但是公司成長的時候 你升級沒那個位置 你的薪水也不會跟你拉上去 然後你的專業也會卡在某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要投資自己 那投資自己該怎麼做呢 這是一種方式 然後 所以你就可以去想 就是先找那種題目相識的 所以像剛剛那個題目 就是你看 就是BIT的操作 就可能在這幾個題目 然後注意到答題的時候 就可能試著剛剛那種方式去打 你可以準備一些 不要說小抄 就是準備一些數計 就是一些快速的紀錄 然後在那個interview過程中可以很順利的進行 因為現在因為COVID-19的影響 導致很多是線上 所以其實線上來講 你左邊右邊說的 人家也沒說不能擺書 而且適當去拿一些參考資料 尤其是你自己寫過作業 你自己做過的報告 你的筆記其實是OK的 所以主要搞清楚 interview它的重點是互動 它不要把它想成平常的考試 然後這不同的東西 好,那我們再看 因為台灣Google 至少Pixel這個team 其實很多一杯臉 所以其實你看 哇,這個怎麼多 很多這種題目 我們等一下還會看到 好,然後再來是一個domainage domainage比較困難 就立場裡面寫 就是跟一些網路的 或是過去的專業有關的 然後Pixel呢 你大概就可以猜得出來 注意到這個Pixel不是 這個Pixel不是那個 影像出於那個Pixel的嗎 Pixel是一個 Google自己的品牌 Google Pixel 然後這東西可複雜 裡面有個SoC Google自己開的晶片 Pixel SoC 然後注意到它是一個SoC 所以包山包海 有camera 甚至有通訊功能 都要考慮到 什麼真的誠實 這是我這個責任 要跟你講實話 對不對 就很多人不講實話了 對不對 就是 對啊,這個開會真的是 所以主張 人家要浪費你的時間 那你就為自己而活 真的真的 開會的時候 像我開會一定代指 就是 就算自己公司為代指 因為不可能開會每個時候都是有趣的 但是開會避免看不相關的東西 這是機會 但是開會的時候 利用空檔時間寫程式是 練習寫程式嘛 對不對 所以對公司 現在的公司就有幫助 所以這是要練的 我覺得道德上面有什麼問題 你利扣變強了 就算你沒有要跳槽 你在現在公司也會變強 所以你是什麼 加強本質學能 你問老闆說 老闆 請問上半時間加強本質學能 有錯嗎 但是如果上半時間看別的論文 或者看別的材料不相關的 這就有點問題 這道德上是說過 好 所以善用開會時間 然後 像第三關 這個東西就比較困難 就是 這個困難就是 Domaino號 所以就涉及到你知道它什麼team 所以像Pixelteam Pixelteam蠻困難的 因為真的包商包含什麼鬼都有 就是雖然 裡面還沒有揭露事實 但其實有一些東西已經查得到了 就是 簡單來說它是一個自己的晶片 所以這個自己的晶片 說真的你想到 該做的東西都要做 就是包含說那些图形處理 通訊什麼鬼的都有 然後 你也可以搭配看一些 非授權的 非正式的材料 一些unofficial的東西 也許剛好會跟最終的東西有關 所以 要做功課 好 那再看 這個理想的介紹 真的是蠻重要的 好 然後再來是一個很重要 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那個Behaviour 所以這個Behaviour question 這個其實說真的 這對台灣人很難 我覺得上面的東西 其實都好準備 就是 就是 持續投入其實都好準備 然後手感在 都好準備 那但是呢 麻煩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 麻煩的地方就是 那個Behaviour question 這個很難 因為裡面如果 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台灣人只要遇到沒有標準答案 就會哭 就是因為我們被訓練 不准有標準答案 不准沒有 不准挑戰標準答案 大家注意到 Behaviour question 很尷尬的地方是 它必須是一個自成一格的 所以這個其實要練 然後 就是 就是 強烈建議 就是你下班 就是尤其通勤 因為這個問題 都很短 就變成說 Why do you want this job 對不對 你在台灣一般公司被問到說 為什麼要這工作 因為你把股價很高 然後主管說 笑一笑 也沒錯 對不對 但是注意到 在外商公司這個是很危險的問題 如果公司股價高 你才加入 那請問公司哪天股價低了 你會不會離職 對不對 打臉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就不行 所以搞清楚 然後你就說 我樂愛Google 這個也是很爛的回答 所以注意到 這個問題超難的 就是你之所以喜歡這個 之所以想要這個工作 你必須要 是考慮到你的專業 是可以在這個公司上發展 那你考慮到什麼 其實我 其實呢 我有一些什麼 我有一些 Candidate 就是有些公司我已經在鎖定了 然後或者說 我的剩養發展是 我希望什麼 希望這個 我十年內 可以成為某個領域專家 我來Google 我來這個公司 就是什麼 一個很好的發展 我不是因為Google這樣股價高 我不是因為聯發股股價高 我才進入 我是認為 要滿足我這個路徑 就該這樣選 然後注意到 這個問題呢 就跟後面的東西很有關係 比方說這個 就是這個position 有什麼challenge 然後如果你回答說 我現在發現最大的challenge 就是面試可能難 就可以滾了 就是 這個東西很困難 就是這個問題呢 你單獨回答 好像聽起來不難 但是這些問題 必須要一以貫之 東西是吧 一以貫之 所以說這個東西呢 要練 而且這個東西 練的什麼時候練 最好就是通勤的時候練 睡覺前呢 睡不著的時候就練 所以像我以前呢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是 我也是把那問題寫來床頭 就是因為說 而且用英文回的嘛 因為說 就是 像我平常講課呢 英文講超廢的沒關係 反正 學生 反正 我也不在意嘛 但是這個不一樣的嘛 而且這有錄音的啊 同學 這個behavior question 一般來說都會有錄音 如果你答得很爛 或是你答的東西有前後矛盾 說真的人家都會有感覺 就算呢 因故沒有辦法完成 我真的有遇過一次 就是因故不能完成 就是因為某些原因 亂講那個調子 某個leader要去重組 重整另外一個團隊 所以他沒有完成 但是另外一個難 聽錄音會繼續 所以呢 這東西呢 他難的地方就在說 你很難講出一個完完全全 跟你內心感受一模一樣的 但是他要合理 他要溝通 那換個角色想 為什麼很多外商會問你 behavior question 一般來說台灣的公司 不太問 你問主管為什麼他加入 他自己都答不出來 但是注意到 在台灣公司不行 在外商不一樣 很多外商 尤其跨公司 因為訓練一個人 培養一個人 讓一個人放在該有的位置上 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 對吧 你看要勤跟總 多難 台灣有很多方式可以勤走 就是有很多方式 好 我幫你講太明白 你大概懂了 好啦 其次來說冷凍 你說要怎麼讓一個人主動離開公司 你就冷凍他 每個月照常付錢給他 但是完全不給他做事 然後而且去promos 比他能力差的人 你懂的意思嗎 有自覺他直接倒去走 這是一個玩法 這不是只有台灣公司這樣玩 外商也這樣幹 但是台灣公司玩這個東西呢 做這件事做完之後還會炫耀 會有些主管會炫耀 我就是這樣把某某人搞走的 就是外商也會幹這種事 而且其實 因為這是人性的嘛 就是把一個人搞走其實是人性 但是 但是 我覺得外商至少 我沒有聽過有人會在 查譽放過炫耀這件事 炫耀說我怎麼把某某人搞掉了 但是我在台灣公司聽到好幾次 某某主管炫耀 某某人怎麼搞掉了 就是你看我平常講話那麼大嘴巴的 我也不敢講這種東西啊 這個這個這個 對不對 好 你們就懂一點 所以那個 其實台灣人 台灣公司普遍來講 沒有什麼behavior question 但是主要外商很重視這東西 而且 多半所是英文 所以就真的要練 那幾個問題就是要 你躺下來 就是睡前躺著 都要那個打出來 那顯然這不是我們今天關注的東西 好那今天再去看 那這個感謝Richard的精彩分享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叫練 那像這個來講的話 他有一些難度 就是不同時期的合作 所以他不是只是考慮掉一個人 就是考慮要合作 那我們台灣很多時候 回答這個問題 都答了一些很爛的回答 說我就配合他們 那問題 你可以用最佳情況下去配合人 你可以總是用最佳情況去配合他人 你可以做到這件事嗎 所以事實上你會有他限制 好那你看又在考空間interview了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 我不知道確定是什麼題目 但是應該不會是那種 需要畫很多圖的 一樣也是不好念 好然後你看又是Domino Edge 然後又跟那個作業系統有關的 然後大概都打得出來為什麼 因為又有這個講座 所以歡迎大家來看 那所以你看 就是說在Google 所以我就希望 我們可以讓大家都有辦法過得好 然後你看 你看這個東西呢 所以你看其實它的Domain Know How 它的Domain Knowledge 跟那個Coding Interview 其實交錯 但其實題目出多 你看 其實你看它雖然看起來有六個關卡 但是扣掉這個Behive Question 其實有趣的地方是 真正出Coding Interview的事 其實不多 不是不多啦 就是講修正話 就是說它大概佔一半 就是大概是一半是你的專業 一半是Coding Interview 而且其實題目呢 多半的時候不會出太複雜的 然後不會太長的 特別是不會太難唸的 但是題目不長 不代表說它簡單 所以請出大家這次 感謝綠牆 好那接下來是之前教過的學生 就是這個學生也是很優秀 很感謝他的分享 雖然這個 雖然最後變革是一年前 但是其實更早以前 這個其實是2016年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學生很好玩 這個學生就是長得帥帥的 就是很會玩 很會玩 然後但是我喜歡他的原因就是說 喜歡他的原因就是說 就是他其實進步蠻快的 然後他就是在畢業前 就上我的課 然後他後來跟我講一件事 就是他不想要 當時不想讀研究所 那就想要直接衝一個公司 那你也知道就是台灣有些公司 因為 其實不見得這個職權一定要碩士 但是就是很多HR或是特定主管 不想負能責任 我只能跟大家解釋過 就是不想花錢就想解釋 為什麼要僱用一個沒有碩士的 那所以注意到 不是說你一定要去讀碩士 但是你要想清楚 就是 如果你的能力表現起來 不會出一個碩士 你應該先去試試看 你不要讀了碩士 然後才發現說 你的能力跟你在讀大學畢業的時候差不多 這也是有危機的 然後就是 注意到這是五年前 所以當時他的那個 當時他的 四年前 其實他的選擇沒有太多 那他現在到一家外商公司 我就覺得好很多 但是他可能還沒有空寫這個 就拿他之前的東西來做描述 那在我之前的課程 就花很多時間在做系統問題 所以他也花蠻多限制在這種系統問題 所以他之前的題目就是做Web Server 然後去持續提升Web Server效能 而且在特定義上去改進他的表現 好 然後 那這個同學就是很喜歡那個實作的 就對電腦寫成是很有熱情的 但是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說 他欠缺東西其實很明顯 因為他之前上課的時候 不是上我的課 上其他課 就是他的那種必要的訓練其實少 所以比方說他可以做一個project 像這個畫面的project 但是如果要去解釋那些TCP UDP ICMP 或是甚至去解釋那些hand shaking 在做什麼事 甚至講到說那個 那個 心狀往路 或是講那些topology 他可能講不出來 就是那些必要的理論 其實說他就是這方面訓練少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補足的 就是說他用實作 然後那些有些東西是可以補足 所以他的作法就是用這個去補足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選公司 然後你看到他選公司的時候很有趣 就是說像這個Pincoin 那Pincoin的話就是 顯然他是一個網路公司嘛 所以那個做WebServe就可以講得清楚 然後他對Linus的要求比較多一點 然後也會有那個licore題 所以一般來說 那個licore題其實都不會太難的 不要說那個licore題 給你一個12345 求123 1加2加3加4加5 好 那這題難在哪裡呢 這題玩的難在幾個點 就是很多人都會忽略一件事 就是12345 這是一個數字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都忘記一件事 這個數字可能很長 比方說123456789 456789 789 999 789 所以注意到這個問題在哪裡 就這個字串的切割呢 其實這是難題 很多人都忘記這件事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題還有一個變形題 這個變形題呢就是 比方說今天改成二進位 改成二進位 然後叫你把所有的值加起來 那個做法就不同了 因為二進位來講的話 所有的位數不是0就1 所以事實上呢 你不需要灑到 灑到幹嘛 灑到把每一個都切割 對不對 你可以用剛才那個population count來做 好 所以呢 這個其實說這個 說這個題目就是簡單題 對不對 它的變化其實也沒那麼多 所以其實很多公司出的等級這樣 可能頂多在稍微難一點 好 然後呢 再來你可以看到是它被遇到一些 整個Regular suppression 就是反正這種問題 好 然後來 後來像 好 像這個 這個來講話呢就是 其實這個題目在lico也有 就是 它就是說什麼 就是有那種漲幅 那lico的話 類似的題目是 總和嘛 就是它給你一個區間 那從哪裡 就是它有正有負 就是 就是你把它想像說 這是漲幅這是股價 那 這個股價去算 它的漲幅 那 如果說你把它換成 對應到一個數值 它可能是正1 負1 或是正10 負10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 lico的題就是去計算 一個什麼 一個subarray subarray的那個最大值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這種題目呢就算很經典 就是 很經典的算法題目 好 所以多半說 更多時候在問你考 問你要嘛 就是 如何去思考 還有寫程式的技巧 但注意到 這件事也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你要一邊講 一邊講 好 然後呢 所以 就底下自己看 就是它的那些 表述 然後 再來是 這個呢 也很有趣 就是 如果呢 你看 像這個 像這個我就覺得他很認真 就是這個人我不認識 這個是誰 這個我不認識 如果是你的話 你隨便跟我講一下 這個人我不認識 但是 我只能說佩服 但是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子整理 因為這樣子整理面試 有個很大問題 就是你看 它有出 它就是相當於是把聽過的考題 記錄下來 但是考題呢 其實 關鍵難難 我們在上一次講座 有講QBQ The 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 所以其實我們要想的是 人家出一個題目之後 下一個題目是什麼 就是在講 像我們剛才那個 Liko那個題目 像這種題目 就是我們出了一個bit操作 那下一個可以是什麼題目 下一個題目 會不會是 就是前面是Harming code 那下一個可能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grade code 雖然你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grade code 但是這個 初期人就講解 什麼什麼就是grade code grade code你就發現 這些東西是怎樣 跟之前講的東西有點關聯 它也是B-wise的操作 它著重的地方是什麼 它每一個數值 它就只差一個bit 好 那這個東西怎麼去思考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來講話 就是 最好 最好 你不要只是收集題目 你最好是把那個題目 跟題目之間的觀點 講出來 題目跟題目之間的變化 然後有些題目 它其實同時 會有好幾種東西組合 就是它可能又需要B-wise 又需要B-P 最大的 這種算是很難的題目 我相信就算Google 也不會有幾個 同時要用D-P 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 跟B-wise的操作 其實這種題目不多 只有一些新興公司 像Bidance 這種不是我要說 Bidance真是一個有趣的公司 有趣到我想去面試 它的確發了一個 面試邀請給我 我真的是很想去面試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現在不能用假身份 我以前十幾年 一些比較嫩的時候 我就用假身份 我之前跟大家聊過 假身份 因為那時候很喜歡面試 去了解公司怎麼面試 但我現在沒辦法 因為一旦被揪出來 就尷尬對不對 順便人家還會有些法律行動 不過還是歡迎你去Bidance 去面試看看 你就會遇到一些有趣的 Bidance這幾年 真的出很多那種題目 Likos裡面Hard 我真的很少在科技公司的面試 有遇到 然後就聽說到 但是Bidance 我聽到好幾個人 Bidance遇到Hard等級的問題 就是你看Google面試那麼多人 到了那麼多關 說真的 你沒幾個真的有遇到Hard 就是我遇到好幾個學生 教過的 就是 我就跟他們聊 就是 我當然不能直接問說 Likos出哪一題 但是我問他有沒有出Hard 他們都沒有說一個有出的 然後但是呢 我回到這個東西 這個整理 所以其實最好是說 你除了去蒐集問題以外 你去分類 去說 他是從哪個東西引導到哪一個 但是這個還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就是他很好的整理 就是 他的答案不見得好 但是就是說 他的題目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有一些公司其實很長 面倒這種問題 比方說有些公司像台灣的IC設計公司 很多就會問說 Process跟Thread的差別 然後甚至一口氣問三個 Program,Process跟Thread Program是 很通俗的說法 就是幾乎你可以把 只要是電腦軟體都可以叫Program 就是有沒有作業系統 都可以叫Program 就是一個通用說法 但是Program它沒有狀態的概念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Program 它到底現在是執行 還是沒執行 是什麼 它是沒有這方面的意涵 沒有這樣的一個意向 它只是一個儲存裝置 一個程式而已 就是一個可以被執行的一個單位 然後但是一旦Program被執行之後 這意義不同 如果Program被作業系統所載入 而且正在執行 我就說我叫Process 所以你看到 它其實這個回答 其實這是一種打法 就是它用恐龍術打法 但是這種打法比較實 就是講的比較實版 所以有時候其實是要看對方的 比方說Interviewer的期待 比方說他問說 你可不可以用Linus的Process來解釋 Linus的Process來解釋的時候 其實這上面就多講 你看上面有什麼多講 因為這個的確是恐龍術的說法 但是就是讓人覺得人家被答案 就被克補 如果人家明確跟你說要Linus的Process 你只要講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叫什麼 叫TestSock 注意到 這東西很酷 這個TestSock是什麼 TestSock是Linus科網面 用來描述Process跟Thread的結構 再講一次 這個結構 它同時拿來描述Process跟Thread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專業回答 所以我不是說這個同學都回答不好 我感謝他的整理 我在Google搜尋 隨便找就可以找到這個 但是因為這就是背答案 背課本 背課本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背了很多 人家就是拍拍手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你背課本就是 你自己想看 尤其是在發歌 發歌裡面很多 卷歌卷節 你背課本 人家背得比你熟啊同學 所以有時候 你要想清楚這件事 如果人家明確跟你講說 他就是要什麼 他就要Linus 或是這個職權就講Linus 你是不是應該拿Linus來舉例 對吧 那反觀說如果這個職權沒有講到Linus 或是這個主管 有些人很討厭Linus 你要去揣摩人家 就是他沒有特別講Linus 或者他就是對Linus有偏見 有時候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從一些觀點可以講出來 就是反正就是有些人就討厭Linus 你就偏用Linus舉例就不對嘛 好所以你要先搞清楚這個職權 所以如果這個職權呢 他已經是Linus相關 而且Linus懂越多越好 那你直接講TestFact TestFact TestFact在哪裡 在Linus source code includeLinus schedule 以這個為例來講的話 所有的process跟thread的定義都在這裡面 除了process跟thread定義以外 包含說像Ptrace 包含說跟CPU的排程 跟VNA Virtual memory area 這種相關都定義在這裡面 好那所以從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兩者的差異 在哪裡呢 就是在共享資源的差異 所以所謂的process是什麼 就是兩個process 它之間的什麼 之間的共享是最少的 就是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共享 然後thread呢就是什麼 共享部分很多 所以它可能是什麼 共享同一個edgespace的空間 它可以共享特定的這個 file description table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回答 那最近你看這個回答呢 就簡短很多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發現什麼 就是它就不是背課本 因為背課本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第一個呢 你在見歌見解面前呢 你不覺得翻名動輔嗎 對不對 第二個是背課本呢 就是有時候會背不完 或是背錯 對吧 背不好背錯就背笑 對吧 尤其是涉及到什麼 像什麼day luck 或是這種什麼 這個 哲學家吃飯問題 注意到 這東西呢說真的 你有時候 你寫修多括的時候會寫錯 對不對 因為你說背的 剛好修多括就寫錯了 然後就被人家笑 因為你寫 你被 你用背答案的 背課本的 那已經被人家笑過一次了 懂懂了 對吧 所以這個關鍵呢 就是你要搞清楚 人家問什麼 好嗎 多半的時候人家沒有期待你背課本 所以你想就是背課本 你把它放到最低優先去 就是最低的那個順序 最好就是符合人家的期待 最好就是符合人家的期待 問法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 討厭定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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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取別的例子嗎 就取Windows嘛 或者取另外一個Atos 好 所以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取例 Bidens的話 要面那個 要面那個 新加坡我之前有遇到耶 不過你可能遇到 好 好 然後呢 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去看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種問題呢 就是再次感謝這個人的整理 但是注意到 他的打法其實是 我覺得在某些角度來講是 是危險的 因為看 因為背課本的問題就是 要花很多時間 那反過來說 如果像剛剛講 如果我們今天很了解 令人的詞 你只要光講一個Test Track 人家就怎樣 對不對 就對你有 就很大的印象 因為呢 你就是要看 至少要看過令人的 科朗書才知道Test Track 才知道裡面 大概包含哪些東西 當然你不可能 把Test Track裡面的東西講完 因為Test Track 你知道多少好嗎 Test Track裡面有800行 加註解 加空白的話有800行 600行 600行不可能講完 但是關鍵東西可以講完 對不對 像剛剛講的那些 像不管是Signal 或是CPU的Mask 或者是那些P-Trace 就是基本上跟你認知有關的 不然你可以講出來 一樣你也可以順正拿出你的報告 所以主要 你面試的時候 你要練那個什麼 快速抽出什麼東西出來 因為快速抽出來 就不是小潮 那叫做輔佐 就是投影片 投影片 如果一直看內容 那就是什麼 人家就覺得你混 但是如果說什麼 如果說那個投影片 你可以立刻講解 人家就覺得那是輔助的 所以主要就把這些 把那個紙張想成投影片 那為什麼不要是電子檔 這大很簡單 因為interview的時候 已經在分享畫面了 沒辦法切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主要這些東西 然後有時候畫圖也是很困難的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有時候畫圖就是你要當場 當場在你的 尤其你沒有那個觸碰版的時候 沒有 只用觸碰版的時候 那些畫圖是很困難的 所以有時候 你也可以把一些圖先畫好 放在那個地方 因為人家也不是要看細節 人家就大概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就好 好 然後呢 所以像這個 其實它裡面也是整理一些很多OS的問題 其實OS跟計算機組織 計算結構的 其實就是課本 但注意到 很多時候人家問問題的時候 是希望聽到額外的答案 所以就是除了你課本 課本的答法是最差的 但是可以多問 比方說像那個 像如果說你在發歌 而且這部門就用到Linus 你可以想多半的時候都用到Linus 你可以先假設就是九成的 發歌八九成的都是跟Linus有關 那增加一成呢 還是OIS 但可能是另外的OIS 就是不見得是Linus 可能是 Xafer 或是其他的作業系統 或是Nucris 但是Linus的概念還是相通的 然後 所以注意到 像這個答法就很不好 就是一樣也是背課本 背課本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要講很久 那反過來說 Linus的答法就比較輕鬆 Linus怎麼答 Linus說 以Linus為例 Intra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Buttertail 另外一個叫Toppel 一個叫Buttertail Toppel就是Hard Interrupt 發射的時候 立刻要處理 要趕快處理的 這叫Hard Interrupt 然後呢 因為中段的處理 往往是花時間 所以我們把它拆成兩部分 一個是前半段 一個後半段 所以Buttertail呢 事實上呢 也稱為Soft IRQ 事實上是可以這樣 重新排程去執行的 好 那就可以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以手機的什麼 手機為例 所以你再連發課 就要取手機例子嘛 所以當我的手下 按下Power這個Key的時候呢 其實對應動作很多的 比如說按下 按下 按下Power這個Key的時候呢 螢幕要亮 所以這件事很困難 因為我今天呢 這按鍵呢 只是一個什麼 只是一個GPIO 那這個GPIO也會發生GPIO的中段 但是GPIO的中段 不足以讓這個畫面亮起來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會在後半段 去Wakeup特定的Process 表示Wakeup這個人機界面 所以你可以舉個這樣一個例子 比較生動的例子 然後如果這些生動例子都舉不出來 或是當下沒辦法舉出來 再弄課本 課本的回答就很囉嗦 囉嗦的回答很危險 因為有些主管 有些工程師 他就睡不飽 有時候他就沒耐心了 他就叫你不要聽了 而且因為 背答案實在太多了 就是其實這很危險 那像這個Pipeline也是一樣 這種打法呢 其實也蠻危險的 你看什麼是Pipeline 你想介紹 如果你真的傻傻把這個畫面畫完 那請問畫多久 你知道這個東西嗎 就在講什麼 如果你真的把畫面中 這個Pipeline Stage 真的畫完 你說有沒有三分鐘 一定三分鐘超過的 對不對 把這個畫完 這超過三分鐘了 所以事實上呢 如果要你介紹 Pipeline來說 其實你不需要 一開始就把這樣的圖畫出來 你讀書的時候 有圖可以看似很好的 但是說真的 這個是Interview 好 我要記得 15秒跟30秒法制 15秒內 一定要回應 30秒內 給大家一個概況 就是一個 你大概怎麼做 你認知到哪裡 讓人家知道這個概況 人家才會繼續聽下去 所以想 如果畫圖 15秒不可能畫完的 30秒也不可能畫完 就算畫出來也很醜 這不是不要的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你可以說 如果沒有Pipeline 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Pipeline的話 CPU的速度很難再提升 因為會取決什麼 最花時間指定的那個指定 就是最花時間那個指定 耗費多少周期 我就被限制住了 所以我的這個 像這個CPI 或是說 我這個 這個什麼 在單位時間內 能夠做的事情 就變少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 反問法 沒有Pipeline問題 那接著 你看15秒就過去了 那下一個 Pipeline 比方說我用5-Stage Pipeline為例 所以注意到 你可以一邊講一邊畫 等於你還是可以畫圖 但是你只要畫的 你只要把IFID 畫出來就好 或是5-Stage Pipeline 包含拿幾個東西 但如果對方要求你畫圖 你可以去畫 或是說這更好的狀況是 你又不小心拿出 從你的筆記 拿出來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就這樣 但是這個東西說真的 我其實用講的其實都夠了 其實光講底下這個 其實說真的 講底下這個東西比上面好 因為它是一個Interview 人家想聽的是關鍵字 你想聽的是你的硬答 好 那一樣的Data也是一樣 如果這個公司很在意Linux 比方說發歌 比方說RioTech 很在意Linux 你又背課本 所以其實說真的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下下選 就當然說 對人家講是安全 因為被答案 你背很多次了 注意到 因為背答案 你看背答案的話 背課本的話 問題就在於說 太過時間了 我敢跟你講 你可以試試看 算了 你可以去觀察看看 或是打聽別人的狀況 如果你在面試的場合 真的是用背課本的 因為講完這東西 你想想看 這個要講多久 沒有三分鐘是講不完的 而且還會涉及到 有時候人家聽不懂你英文 懂得懂的嗎 不要說你看 no preemption 因為他翻譯成文怪怪的 不可搶戰 circuit weight 環創等待 這聽起來很奇怪 所以你要講英語 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下下選 就是用講的 背課本 其實好一點的打法是什麼 好一點的打法是 既然人家在意Linux 那你就可以直接講 Linux裡面 它的行為 就比方說Linux裡面 哪些東西是涉及到 哪些東西是跟Data可以關 比方說那種共享支援 所以比方說舉例來說 比方說以Pthread來講 Partythread來講 什麼樣的程式這樣子寫 會發生Data 因為你在Linux來講 就算寫一個西語言的程式 都比你 備受課本來得快 而且人家更容易了解 懂意思嗎 你就會寫一段扣碼 你看你就是 比方說 寫這個你看 判酒都在打嘴怕 所以比方說 你就寫一個 像什麼樣的程式碼呢 比方說你就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誒 我幹嘛寫Main 其實不用寫Main的 寫就寫 好 其實你要寫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今天就是某一個 比如說MutexLock MutexLock MutexLock 好 我今天這個Lock的對象是什麼 這是M1 好 然後呢 這個 Unlock MutexUnlock MutexLock M2 好 然後呢 所以這時候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好玩的地方是 我們就是要創造出剛來講的那種 那種現象嘛對不對 所以呢 接下來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讓它 不成對 所以呢 這邊來講話呢 有一種狀況是什麼 這是什麼 Unlock 好 M2 好 那 你看喔 就是 我現在 Lock M1 或是 也可以反過來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例子 我們先來看這個例子 以這個例子來講話呢 如果左邊是一個 左邊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thread 右邊是另外一個thread 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 這個就是 健康狀況 對吧 這個 這個 這東西的健康狀況取決什麼 取決後續做什麼操作 所以 如果說呢 你在後續來講話呢 你如果 創造出剛來講的一個條件 就是說 像這個 circulate 我這邊都要去等到對方 四處支援 那所以 接下來就是補 比如說我就是要 Mutus Dox什麼東西 好 後面就是加那一點點 那同理呢 左邊呢 就要幹嘛 左邊加 Duck什麼點點 反正就是 懂意思嗎 所以就是其實你就是創造這個 那你看 這個東西呢 說真的你不用花太多時間講 都比 背誦這些定義來的好 對不對 就是你只要舉個例子 那最好這個例子是什麼 最好那個例子 又是你又不想拿出哪裡出來 對不對 你又畫出這個流程圖 什麼鬼的 都好 反正就 觀念地方是什麼 你舉這個例子的時候呢 只要有一個簡單 清楚的例子就好 因為 以這個例子來講 其實說這個 恐龍書 它是一個百科懸殊 百科懸殊 講東西呢 就講得比較囉嗦 而且就 它一定要講得比較全面 畢竟它是一個教科書 但是其實interview的重點是什麼 人家知道 是什麼 而且你大概可以猜出 你寫程式的時候有沒有遇到Daylock 以及你怎麼解決Daylock 或是你在寫程式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遇到前人 有工作經驗的人 遇到有工作經驗的人 我就想問這個 請問你在工作經驗 在你的工作經驗裡面 遇過哪個前人 或是open source Daylock 你政策出來 你判斷出的是Daylock 而且你解決 如果解決的話 請你舉一個這樣例子 舉一個簡化例子來說明 好 所以請你了解到這件事 就是 唉唷 有人要幫忙內推啦 太好了 然後 所以呢 我希望各位了解這件事 就是下下選再去講教科書 因為教科書真的是台花時間 而且危險 它除了證明你是一個乖學生以外 說真的沒辦法證別的 乖學生會去背書 但是難道把這東西背下來之後 就會寫程式啊 屁啦 你看很多研究所包含說避校 避校研究所 每年考試大概考這些題目 對不對 我們有那麼多學生 我們一年有1500人來報名 我們 就是成大的資訊研究所 都比台大資訊研究所 那個報名人數來的多 但是呢 我們這些題目幾乎 每年都出差不多題目 因為有些原因走路 每年都出差不多題目 但是很多人都背完答案 然後呢 其實他不見得會寫程式 但是反過來說 你剛才稍微秀一下 你不用很認知寫的嘛 你根本不用寫出會動程式嘛 更不需要 你只要有一個順序對就好 你只要講得出跟這個關聯就好了 但是 你知道大部分人會喜歡哪個 當然是喜歡後者 對不對 因為背書人實在太多了 感謝研究所 感謝補習班 補習班有個很厲害的技能 就是像你把這個功能背得很厲害 對不對 而且絕大多數台灣人 應該都可以讀到 至少讀到本校的學生 都有這種技能 就不管你喜不喜歡 不管他是甚麼屁 就會背下來 所以其實 但網考就沒有想 這是好事 像本校呢 本系 歷年來就有歷史系的 心理系的 然後呢 哲學系的 再來是 今年還不錯 今年來一個 甚麼系 喔 今年有台文系的 今年有台文系的 考到B研究所 所以這個是好事啊 就表示說 這個 我們的 研究所 可以接受 剛剛那個 多元的學生 但是呢 這些學生之所以可以考上 很多時候也是因為 他有去背這個東西 所以要注意到 如果人家在意的地方是Linus 千萬 優先用Linus的方式回答 如果回答不完全的 再把那個 之前教科書的東西辦出來 所以一樣 這東西呢 也不是好的舉例 像這個 以Linus來 要介紹Otomic 其實講甚麼東西 要講的東西 就是要從 Linus的Otomic操作 對不對 就是Linus有哪些Otomic 例如說你可以從 Linus的那種 Compare Compare and Exchange Compare and Swap 或是Compare and Exchange 對不對 就是你從這個東西去出發 其實都好太多了 就是這是一個很經典的 經典的一個 這個是CS 那這個CS呢 是在Linus很經典的一個操作 那甚麼場合會需要這個操作 一樣 這東西其實也不用講太久 好 那接著跟講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介紹那個 介紹Semophone Mutex跟Semophone 跟Semophone 這個東西最早是一個學生 這個 這個學生的 他的那個 還沒聽 哪 唉唷 為什麼連不到 開啟連結 這個 好 這是也是之前的學生 然後最大的 這個題目呢 其實蠻多公司會去出的 然後這個題 說真的呢 這個Mutex跟Semophone的差別呢 我自己開課 我講這東西是講很久 因為它是不同的概念 但是它有些相似的地方 而且說真的有很多書 我弄新當教材 也是因為看到很多書寫的東西很糟糕 就是我不能說它錯啦 就是它20年前可能是對的 但是在今天可能是有很大問題 首先呢 如果Mutex跟Semophone 是一樣東西 那幹嘛發明不同的詞 所以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它就是不同的情境 但是它有相似點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是說呢 在實作的過程中 以Linus Kernel來講 Linus很早之前是用Semophone Mutex反而是後來才加入的 然後呢 Linus當初在實作Mutex的時候 是用Semophone來實作 在講的時候 Linus Kernel 最初是用Semophone來實作 Linus Kernel一開始只提供Semophone 沒有提供Mutex 然後後來呢 Linus用Semophone來實作Mutex 然後呢 後來呢 Linus Kernel 提供了Mutex跟Semophone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路 所以呢 以Linus來講話呢 要解釋Semophone跟Mutex的差別很有趣 就要取決什麼 概念上的差異跟實作差異 因為一開始 概念上跟實作上的差異的時候呢 是概念上有差異 但是實作上沒差異 就一開始Linus Kernel的觀點 那後來的版本呢 尤其Linus考慮到RealTime 所以就有什麼 就是有這個 就是有實作上就有差別 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說真的 不要傻傻去背課本 因為至少恐龍書 Semophone和Mutex的地方都寫不好 我覺得他心裡太囉嗦了 在interview的時候會死 因為你要想 你要怎麼在15秒 讓人家覺得 你聽懂他問題了 跟他互動 30秒聽到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如果是我要回答的話呢 我就會說什麼 Semophone和Mutex 它是兩個不同的情境 我在15秒先講這個 它是兩個不同的情境 那Semophone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是共享資源的數量控管 所以這也是他致命上的意思 就像鐵路平條道 你看30秒大概過關 然後Mutex被提出 Semophone是先被提出的 而且他是一開始提出的是數學定義的 他是照數學定義的去解 1960代都有 Mutex反而是1980代以後才有 Mutex要解決的問題是 他是站在一個持有者 也就是說Semophone本身是不管持有者 但是Mutex的發明就是為了持有者 那所謂持有者就是誰呢 就是誰去持有資源 就該由誰去釋放 所以呢 我們當然可以用Semophone去模擬出Mutex 但不代表這兩者是可以互換 所以搞定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到 你可以照這種方式來回答 所以說真的 其實多半的問題 問到Compute Science基本概念 尤其問到跟作業系統有關的 其實至少在發歌 其實蠻多問題是作業系統 跟計算結構有關的問題 所以這種問題說真的 你秉持這種方式 就是你試著寫一個簡短的方式 而且真的去錄 真的去錄音 錄音就是30秒可以回答多少 60秒可以回答多少 然後呢 如果到120秒 人家還願意聽的話 那你再取更細的 就是說這兩者實際上 在Linux來講有什麼差別 所以就像這個 就是 而且呢 很可能人家問這個問題之前 已經問你什麼叫做Atomic操作 或者人家問你說 欸什麼叫Daylux 所以你可以把之前的東西 又拿出來 所以比方說Linux來講 怎麼做Daylux的偵測 Linux來講的話 那個Daylux偵測裡面 是做在哪個層面 比方說那個Mutex裡面呢 它會有東西叫RTMutex RTMutex 所以就這樣 能夠回答這個等級的問題 已經是表示這個很 就已經很專業 就是通常 人家可以聽到這些字的話 已經對你有感覺了 不見得多麼欣賞你 表示說你看東西夠細了 比方說這個東西呢 叫Detection 就是 就是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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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意了齁 這個東西呢 叫做Daylux Daylux Daylux 然後它叫 dp dp 什麼鬼啊 反正就是那個Daylux dp 反正 反正 你很久沒看那個時候是夠了 那個dp啊 我都先討厭 所以你看好就是說 如果你對這方面呢 是有認知的 你就可以去講下去 所以注意到呢 這樣的回答呢 其實已經很專業了 你要對Cernal很熟 所以呢就是 這樣的回答呢 完整的回答呢 說真的就十分鐘 或是更長 那如果人家沒有打斷你 或是人家願意讓你講的話呢 表示什麼 表示一個很大很大的肯定 所以但是注意到 要這樣回答的話說真的你要很熟 所以這樣這個也要練 而且那些必要的那些準備 必要的那些參考試要附上來 所以但是注意到 這也是什麼 這也是台灣科技公司喜歡的 比較喜歡的風格 因為說真的很多公司的主管 沒辦法出太多什麼利控 所以你懂 通常就是意思有道 知道你的寫程式技巧 大概是什麼等級 就此為止 好 然後 然後 這邊有些題目難去看看就好 像這個 注意到我不能講說這個是不是真的 但是應該有一些參考價值 我不把列出來應該就有參考價值 我不能講說現在是不是真的 因為也許公司題目會換 但是注意到真的題目不難 上機考就是真的在電腦下面打字的 但是真的不難 但是千萬不要小看 看起來不難的東西 就是一堆人會死給你看 然後注意到了 這個上機考其實蠻重要 發個上機考在interview的時候 拿出來用 所以第一次上機考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對 會得到一個大概分數 然後 大概那個 interview的時候會拿出來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答案有可能是錯的 就是有些操作是anti-fi 這個黃冰華 但是 OK 你懂嗎 但是這不是壞事的 就是如果一個答案 跟你認識的不同 所以其實你可以舉出來 而且因為這些題目你知道嗎 這些題目其實很可能都會出現 所以你要準備一個應對 如果你是正確的 但是對方說你是錯的 那這時候就幹嘛 依據什麼什麼 都不要太強勢 就是說 我記得上課的時候 或者我記得我上次在看 某某老師的教材 你可以講我的教材 我上次在看某某老師的教材的時候 他提到這個東西 是anti-fi behavior 所以我這樣跟您確認 就是業界前輩 我想跟您確認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依據西議員Spec 除了不能太強勢 講話不能太快 要慢慢講 依據我對西議員認知 我沒有把規格書看好 但是我剛好昨天看到這一段 或是說我剛好在 大技能的過來的路上 剛好看到這一段 所以跟你討論是不是這樣 所以最大 這個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不能怪這些主管 對不對 這些主管他也沒時間 為什麼這個 你想為什麼這個題目 會反覆出現 你看我們大學老師 常常會出考古題 但是也不太感到 每一次都出一樣的題目 會被電 但是為什麼發歌有時候 會出現重複的題目 因為說真的主管實在太忙了 你一到發歌就知道主管多忙 真的是忠心佩服那些發歌主管 這就很忙了 所以你真的不能怪他們 為什麼都考考古題 然後 你也不能怪到 為什麼考古題裡面答案會是錯的 因為 就是沒有時間去更正的 就是 我不好意思幫公司講這段話 你懂了 就是這樣 所以注意到 你要準備 尤其八哥 就是因為 上機考考完 interview還會在面試 所以有時候是平反 因為有些題目他就是錯的 所以八哥說那個錯的東西 你去電一次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講個好玩的東西 就是跟 離口有關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要跟你講太多 沒關係 我們星期二 星期二 我們課程會直播 我們專門來講面試的範例 在這之前我們舉一些大原則 這本書很好 就是叫Coding Interview 這本書就是收集很多問題 但注意到這些問題 其實很多不適合台灣的公司 所以注意到這些問題更適合當作 外商公司的面試做參考 當然有些台灣公司會去參考外商公司的問法 好 然後這邊有幾個就是 不然說他的題目怎麼來 然後注意到這本是一個比較舊的書 現在有到第六版 然後他其實題目其實蠻雜的 所以就是說 對 就是有些原則你就看了 跟我們之前其實講的還蠻像的 就是有些東西 不要不要就是 就是 模擬面試 注意一下 這是常見錯誤 很多人都不做模擬面試 一定要做 而且像我開課 其實我覺得這是幾乎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算沒有錄取 所以你在過程中 這種一問一問 其實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然後呢就是 溝通這超重要 為什麼要強調15秒跟30秒原則 換個角色也是把你的思路揭露出來 就是我簡短的揭露一次 複雜的更完整的稍後揭露 更後面的你有興趣 或是想跟我討論再講 然後呢 這也是也有避免說那種著急 就是他真的不是競賽 就是他其實是溝通 溝通 好 那所以其實這個東西說真的不難懂 但是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真的是犯錯 而且你連犯錯是什麼都搞不清楚 好我們來看一個這樣的例子 這是一個同學的那個示範 那這個東西有錄影 就是 感謝這個 感謝同學 感謝一個陳大同學 所以你可以去看 他中間呢他就是 同學你好 歡迎來到我的面試 那等一下會給你一個Document 好這個他在這個是什麼 interviewer 我們快點 一點倍應該可以 男孩子的好處應該可以1.5倍 等一下會有幾個問題 我希望你可以用Document把它寫出來 好注意到這是Interviewer 剛才是Interviewer 這是Interviewee 然後這個同學其實做得不錯 就是說這個同學做什麼事呢 就是實際上呢 做什麼事呢 很多會CodeInterview的公司呢 其實就是Google Doc 包括Google以前也是 Google最近都改了 但是不會好到哪去啊 所以平常呢 有辦法的話呢 不要太依賴那些ID 就是ID真的很酷很炫 但是說真的 你太習慣的話 CodeInterviewer會很慘 尤其如果是寫膠 自動補完補到你會酷出來 就是有些東西該會寫還是要自己寫上去 現在這個題目呢 是26 是Dcode 算是簡單的 第一次我會給你一個Binary Tree 那我希望你可以回傳一個 Invert過來的Binary Tree 你看這題有個好處 這題的好處在哪裡 這題的好處就是題目 很好寫啊 對不對 這題目就是 不能說多重要的題目啦 上次有看的過 就是這個題目不能說什麼多好的題目 那這題好的地方在哪裡 這題的好處就是在說 它就很好講 有沒有 就是 甚至你說這個 反轉二元素 你光講這句話 人家就開始扣定了 當然最好要是 在初期的時候還是要把一些 參考範體講出來 好 那你看喔 就是 這樣經典的題目呢 一開始就要講思路 那我們今天有個題目是 希望完成 反轉二元素 那簡單來說 反轉二元素 希望把左邊的兒子 和右邊的兒子反過來 那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個例子說 一二三 那接下來就要變成 一三二這樣的形式 對 哪有 好 這個有問題是什麼 就是這個一三二 就說這個太難懂 所以其實 你要去善用那個type 但是其實那個 Google他很討厭 所以這個其實要練 就是你要去練這種東西 就這麼無聊對不對 就說這個東西有什麼東西 Google他很難啊 對不對 因為練這種樹狀結構 因為你不能用額外的工具 所以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呢 不然說那個樹要怎麼畫 其實這是很大的學問 對不對 那所以像這個東西呢 有個技巧是什麼 就是說 你這個 你又受Google大對不對 所以從頭到尾 只能移動優標 所以移動優標 然後幹嘛 這個東西要改成 改成變3變2 類似這種 你可以用這樣的標數 那就是 懂意思吧 懂意思吧 就是有些東西 因為他這樣標不好 標標的話會 你什麼 就是 太膩了 有特別注意到 首先就是 好 那所以他在一開始 就講什麼事情 他一開始就講說 他想嘗試用定迴方式去實作 有沒有成 然後呢 因為時間關係的 所以請你回去看 那我之前有講一些講評 就是 很多人一開始就會問說 像這個什麼 時間複雜度 但注意到 我們做一個interviewer 就是我們是站在公司的角度 站在公司的角度來講話 其實出題的時候 其實不要說太能被 被拆到 就是因為很多人問到說 請問這樣的程式碼 是他的時間複雜度多少 因為很容易被拆到的嘛 就是interviewee會拆 你自己想看 時間複雜度有幾種 有BIGO1 BIGON LOGN NLOGN 那他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變形 但是就是比較不會遇到 對不對 就是比方說有些 LOGN加M 分之類的 或是 當然有些比較怪的 時間複雜度 但是通常也知道太怪的東西很難出 那所以呢 一些很多很常見的東西呢 其實他的時間複雜度是 其實說用猜可以猜得到 所以最重要就是最好呢 不要只問他說 他是什麼 時間複雜度是 更好的問題是說 你認為你現在程式是 時間複雜度是多少 而且呢 如何從目前的程式 看出來 他的時間複雜度 所以就是一邊呢 叫他看時間複雜 這邊叫他回答時間複雜度 一邊呢 叫他解釋 比方說可以要求帶一些數字 好 那這是interviewer 那在interviewee的話呢 就是 像這個 就是像剛剛同學那個問題這種 舉例的時候沒有舉好 就是 他的確舉個例子 但是 那個例子太 太true了 他可以多舉一點 不要說舉個第二層 所以 舉例其實蠻重要的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因為你要知道一些事 在interview的過程中 有可能是用英語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例子講得好 像這個 所以你可以說 from the left side to the right side 就是懂嗎 就是有時候你只要 例子講得好 你就講的英語不用很清楚 因為說真的 多半的時候 人家也沒期待你用什麼 用很留順的英語 因為說真的 兩個interviewer跟interviewee 都是台灣人 但是公司規定一定要用英語來interview 好 所以你用腦袋想知道 其實母語是英語的 真的不多啊 然後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被規定 用英語來講話怎麼辦呢 所以就儘可能呢 用 用一些方式 讓 需要講英語的時候變少 我們什麼時候會拿來講英語呢 比方說會回答一些關鍵問題 比方說 人家問你說時間複雜度 人家問說 欸 這東西是什麼 bound and case 或者說這個東西呢 是不是存在一些什麼 有什麼特定的 這樣都是 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這個exception 它的exception No.1 No.2 No.3 所以這個東西是 真正你要把英語拿出來用的 舉例的時候說呢 你把它畫好 就不用講那麼多話 然後呢再來是程式碼 簡潔其實蠻關鍵的 所以就是像這個 然後呢 注意到像這個同學呢 在中間 你會去看他的那個中間的那個 講說明 他其實有一個不好的地方是說呢 他說他 就是因為上面有要求嘛 就是interviewer有要求說 他改成什麼 改成 非遞毀的方式 那改成非遞毀的方式呢 其實有很多方式可以做 你用stack的操作 去模擬 遞毀的操作 也就是說 原本遞毀的限制 是存在的 原本遞毀呢 會遇到stack overall 你用stack去模擬的時候呢 也會遇到 所以其實說呢 在這之前呢 應該是什麼 要去討論 而不是急著寫程式 因為像剛剛那個 在錄影來講 他只是急著寫程式 這是很不好的 因為人家之所以 要避免遞毀 其實不是因為 多麼痛的遞毀 因為遞毀善用的話呢 事實上可以寫出 很簡短的遞毀 像這個題目 就是像這個 反轉二元素 這個NICO226 它其實程式碼真的很短 你十堂以內就會寫完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要 避免用遞毀的話 所以事實上呢 這真正難度在哪裡 往往就是在空間複雜度 或是在資源使用上 所以這件事其實 應該要跟interviewer討論 因為真的要寫好一個 反轉二元素 我們在上一次的講座 在面試的實戰的講座 其實就有提到這件事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一個 真的需要怎樣 需要討論的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作為一個interviewer 你有時候遇到一個什麼 就是 遇到interviewee寫出很糟糕的程式 像這個 你看到這個程式碼 糟糕地方在哪裡 如果你不知道他很糟糕的話 你再看一次 你看到這個東西呢 你看到一個指向整數的指標 它的名字叫ARR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今天對一個指標去做sizeoff 注意到sizeoff不是function sizeoff不是一個operator 它是operator 那它就是回傳指定的表示是 它占有的空間 對於指標來講 你的處理器架構是多少個位元 比方說64位元 它的回傳指就是多少個元 所以64位元的架構下 這個表示是永遠 注意到它是永遠 就是什麼 就是8個byte 它是永遠 所以你看到 這個其實在編譯時期就決定 它是8 那處理這個東西呢 這也是什麼 編譯時期就知道 所以在很多的處理器跟編譯器來講 這取決那個編譯器跟處理器的行為 但是在很多狀況下 它的sizeoffint其實會成4 也就是8除以4 它就等於多少 2 2再減1等於多少 1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其實是常數 所以說這個如果它是常數 你就不用寫了 同學懂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就是一個很不好的寫法 這表示什麼 表示擺作弓 或者說你可能會錯意 因為你很可能衝動大家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衝動大家要做的事情很可能不是這個 很可能是要去查 我這個什麼 我這個指向整數的陣列 應該要存放多少資料 它是一個動態配置的 所以你很可能不是用sizeoff 你很可能是什麼 是用這個 比方說用動態記憶體配置 用malloc 然後看說我這個配置多少空間 我把malloc結構存下來 或是它是一個陣列 讓我對一個陣列去做sizeoff 這才有它的存在意義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看到很奇怪的程式碼的時候 你應該先打斷 注意到我們今天不是來考試 我們今天是一個互動 因為很可能抽到尾 如果你不打斷的話 你只是看著interviewee寫出這樣程式 你沒辦法判斷它是不小心的 還是他真的不懂 反而不是你打斷的時候你提醒他 這段是不是請大家看一下 如果他很快的時候可以修正 這會意味著什麼 其實他是知道的 這是太緊張了 那反而是如果你打斷 還是不知道他在幹嘛 接著回去看這個講座 接著這個看這個講座 然後什麼你就沒想清楚 所以後面也許就不用問下去了 我們也許就可以換別的題目 或是說再做另外要求 所以注意到今天這不是考試 我們再來就是互動 然後關於這個題目的 關於這個模擬面試 我們模擬面試我們本週的 還有另外一個講座 歡迎大家繼續關注 你可以在我們這邊進度表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反正就是你可以注意到我們這個 反正就是你可以關注我們這個 這個課程表 所以就是反正說我們的這個講座 我們星期二就會有第二週課程 第二週課程的話就是可以一樣打開這個YouTube 我們剪輯好之後也會上線 好吧 今天就先到這樣 謝謝大家